第161章 光明神国长老胡克 你你你 你疯了 王孟秋这个时候 震惊地瞪大了眼 他完全不敢相信这事 在他看来 江巡就是个疯子 对抗光明神国 开什么玩笑 这个小子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 就算是他很能打 那又如何 光明神国 那可不是人类啊 那是神 那是真正的神 人类 怎么可以对抗神 江巡反倒是疑惑 什么疯了 你有毛病吧 给我滚蛋 这下子 王孟秋一时间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咬了咬牙 心里琢磨着 必须要让这个小子 吃点亏才好 也就只有这样 才能拿捏这小子 王孟秋在脑海当中思索着 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眨了眨眼睛 江巡 你的意思是说 你想要找光明神国的人对吧 江巡点点头 没错 我想试试 他们的实力如何 说起来 现在他也是无敌了 感觉有些寂寞 要是真的有个对手 那还是不错的 王孟秋黑黑一笑 既然如此 那我帮你联系 要不现在 咱们找个地方 他的双眼当中 带着狡黠的目光 江巡说道 没事 我先找个酒店住下 你要是能找到光明神国的人 就让他过来 我就在酒店等他 王孟秋点点头 然后在他的心里面想着 既然如此 那我就找个人过来 给你一个惊喜 我倒要看看 你能狂到什么时候 随后 他马上拿出手机 开始联系 很快 他居然打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 确实是光明神国的一个长老 名叫胡克 这家伙 作为光明神国的长老 现在已经活了500多岁了 他的实力 非常的强大 主要是因为 他有一种特殊的异能 他的身体 非常的坚硬 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皮肤越来越坚硬 以至于现在 他的皮肤比钢铁还要坚固 可以说刀枪不入 就是凭借这种本事 他在光明神国 当上了长老 并且实力也越来越强 王孟秋 你现在 找我干什么 胡克长老 江巡现在在我这里 这个小子 非常的嚣张 不过现在这家伙 就在这边的酒店 正好是抓住他的时候 胡克听到这话 一时间也是有些兴奋 毕竟 几天前 江巡当着无数人的面 羞辱光明神国的圣女 这个事情 可以说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胡克这样的家伙 可以说是 真正的战斗狂人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早就恨不得出手 他就怕江巡逃跑 毕竟 在这之前 惹恼了光明神国的人 基本上就躲起来了 他们需要费很大的功夫 才能找到人 此话当真 那个小子 现在真的住在酒店 没有逃跑吗 真的没有 不过那小子需要马上抓住 不然的话 他就要跑了 王孟秋的嘴角 出了一丝笑容 因为现在 他真的很自信 这个胡克 在他看来确实很强 但是实际上 在光明神国的众多长老当中 这并不算是最强的 正好 可以勉强 让江巡受到一个教训 这样 他们以后就有机会了 这家伙一边这么想着 一边歪歪着 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聪明的人 胡克冷笑 很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看看 这到底怎么个事 王孟秋挂了电话之后 他的心里面很是忐忑 也不知道对方 到底什么时候来 毕竟 到了这个境界以后 到底有什么能力 他根本就无法揣摩 好在 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在前面的街道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是一个长得非常彪悍的男人 这个男人 站在那里 可以说是不怒而微 任何一个人见到了 都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畏惧 而这个人 自然就是胡克 江巡在什么地方 胡克一来 就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王孟秋听到这声音 只感觉自己的心 都在颤抖 因为对方的声音当中 都带着极其强大的力量 让他抵挡不住 他指了指旁边的酒店 就在这酒店的楼上 胡克没有任何犹豫 随后他的脚下一踩 直接就上了酒店的楼顶 王孟秋没这个本事 不过他的速度也非常快 快速地上楼 在他看来 今天肯定有好戏看了 江巡这小子 哪怕是不被打趴下 也得吃大亏 甚至受重伤勉强逃跑 这种情况 是王孟秋最愿意看到的 到那个时候 他倒要看看 江巡这个小子 还敢不敢跟他嘴硬 到时候 要让这个小子 再出点邪不可 王孟秋这么想着 很快 他就来到了三楼 然后来到了 江巡他们的房间的门口 这小子 然而 他还在这么幻想的时候 突然间 就听到一声惨叫 然后就见到一个人 被像是扔垃圾一样 扔了出来 江巡 王孟秋大笑着 然后他就猛然间看到 那个被丢出来的人 样子好像有点不对 胡克 此时的胡克 也是愤怒到了极点 他没想到 他来到这个酒店 准备找江巡算账 结果没想到 仅仅是一招而已 他居然就已经败了 此时 他的身上的肋骨 断了好几根 他整个人 也愤怒到了极点 而此时 他被扔出来之后 正好看到 王孟秋那喜气洋洋的样子 心里面更加愤怒了 王孟秋 你在笑什么 王孟秋此时 顿时感觉魂飞魄散 他赶紧解释 胡克长老 我没有笑话你 我在笑江巡 江巡那小子 才是最大的笑话 胡克现在 正在气头上 王孟秋这样子 让他感觉自己 受到了侮辱 是吗 我看你就是在笑话我 他现在恼羞成怒 狠狠的一巴掌 直接拍到了 王孟秋的脸上 王孟秋是什么实力 他虽然很厉害 但是在胡克面前 根本就什么都算不上 这一巴掌 感觉自己整张脸 都快要被打断了 他感觉大脑一阵猛逼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胡克长老 这是什么情况 然后 他就看到 江巡也从房间里面出来 王孟秋 这就是你找的 光明神国的长老 也不怎么样吗 你能不能找个 更加厉害点的 第162章 江巡无敌了 你 王孟秋这下子傻眼了 他好像是看怪物一样 看着江巡 在他看来 他这次请的人 不管怎么说 至少是光明神国的 一个长老 就算江巡厉害 双方也得打一会儿吧 可是看这样子 江巡好像很轻松 根本就没有费什么力气 这个江巡 已经厉害到了 这个程度了吗 江巡这时候 突然笑着说道 王孟秋 你现在 继续打电话 再骗几个 更加厉害一点的出来 这样 我给你的用金加呗 王孟秋一头雾水 你在那里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叫多骗几个出来 什么叫用金 他一听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是要当正面 污蔑他吗 这个家伙 正在犹豫的时候 就听到江巡继续说道 你放心 这个跑不了了 必死无疑 他没办法把消息传回去的 我们的事情 暴露不了 胡克现在 虽然受了重伤 可是他还没有死吗 现在听到这话之后 也用怀疑的目光 看着王孟秋 王孟秋 你这混账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克的眼神 极其犀利 现在他这个样子 恨不得想要杀人 实际上 他的性格也就是这样 他自认为自己非常强大 总是想要挑战所谓的强者 当然 当他发现 自己挑战的那个人 是他战胜不了的时候 他在愤怒之下 就可以选择找稍微弱一点的出气 就比如现在 王孟秋刚刚才挨了一巴掌 情况本来就已经非常糟糕了 现在看到胡克这样子 这家伙更是愤怒到了极点 他抬起手 就是一巴掌准备打过去 可是胡克这一巴掌 却没有打中 因为江巡出手了 王孟秋感觉自己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哑 他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 自己居然还被救了 我说了 你现在死定了 谁来了也就不了你 江巡一只手 站在了胡克的身上 虽然胡克的身体 比钢铁还要坚固 可是在江巡面前 他还是感觉自己的头顶上 好像压着一座山一样 那恐怖的力量 瞬间让他全身都快要被碾碎了 胡克插那间 就感觉眼前一黑 王孟秋见到这一幕之后 也是吓了一跳 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可是光明神国的长老 光明神国 那可是王孟秋这辈子见过的 在这颗星球上面 最可怕的组织 结果现在 一个长老就这么被杀了 而且这么大摇大摆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犹豫 这是何等的可怕 这个江巡难道说 真的已经无敌了吗 江巡看了一眼胡克的尸体 怎么样 接下来的事情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果然没过一会儿 酒店里面的人都被惊动了 江巡却不管那么多 直接回到了房间 王先生 这 这 酒店的经理 来到走廊上 看到在走廊上面 躺着一具尸体的时候 也是惊讶的瞪大了眼 一时间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只能看着王孟秋 因为王家实际上 就是他们这一家 豪华酒店背后的老板 在酒店里面 死了一个人 这样的事情 对于他们这个酒店来说 影响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稍微不注意 以后他们这个酒店 可能就没有生意了 王孟秋气得牙痒痒 可是现在 他还是只能说到 没事 这个人只是喝醉了酒 但是喝醉了 不要声张 你马上去找几个人 悄悄地把这个人送出去 酒店的经理愣了愣 王先生 这样的话 会不会出事 毕竟一个人失踪了 警察迟早会查的 王孟秋有些急了 你听我的话就行了 查什么查 你放心吧 没有什么事 现在他心乱如麻 这倒不是害怕警察查不查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 这个人作为光明神国的人 在各国实际上 都是没有身份的 因此死了就死了 只要不被外人看见 也没有多大的事情 可问题是 现在怎么跟光明神国交代 他这感觉 整个都像是失去了希望一样 一个长老死在了这里 光明神国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哪怕他 只是稍微有点牵连 恐怕光明神国 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王孟秋气得牙痒痒 都怪那个江雪 如果不是那个混者 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他的心里面 产生了滔天的恨意 至于他们家 自己先一步 去找江雪的麻烦 然后还想陷害江雪 敲诈江雪的事情 在他看来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可是江雪让他 陷入这样的危机 这全部都是江雪的错 这家伙 心里面继续思索着 怎么让江雪 这个混小子 遭到报应 他这么想着 同时也在一边张罗着 处理胡克的尸体 好在江雪他们住的这一层 实际上是酒店里面 最豪华的一层 能够来这里住的人 可以说少之又少 特别是现在 只有江雪几个人住在这里 否则的话 这个事情都要闹大了 当天晚上 王孟秋带着几个亲信手下 带着胡克的尸体 来到海边 没错 他想要找个没缘的地方 把这个人的尸体 直接扔到大海里面 也就只有大海 能够彻底毁尸灭迹 只是他才刚刚把尸体 扔到海里面 突然之间 就看到那尸体动了动 然后居然活了过来了 王孟秋见到那尸体 活过来之后 也是大吃一惊 他心里面 最后那一丝侥幸 也消失了 还好 我有一个绝招 保住了命 王孟秋 你这个混账 我居然把你当成朋友 没有想到 你居然要这样害我 胡克这家伙 现在也愤怒到了极点 虽然他用特殊手段 勉强保住了命 可是这一次 他整个人实际上 几乎已经废了 在他的心里 除了怨恨江寻以外 对王孟秋 也是恨到了极点 王孟秋听到这话 也是吓得一哆嗦 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家伙额头上 爆出了一颗一颗的汗水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呀 他的心里面 不停地询问着自己 第163章 日子比皇帝还好 酒店里 江寻 陈月 穆清城 骆清兰几个人 现在共处一室 穆清城抱着江寻的肩膀 小混蛋 你倒是挺会享受 哪怕是古代的皇帝 都没有你这样吧 他脸红扑扑的 非常的漂亮 心心念念了这么久 他总算是尝到了 自家师弟的感觉 只是没有想到 居然是几个人一起 骆清兰同样也是 在江寻的背上捶了一下 他还故意用了一点力 要是一般的人 遇到这么一拳头 可能整个人都要被打废了 可是江寻确实 像被挠痒痒的一样 说什么话 这可不怪我 这是你们自己要求的 江寻也是一阵无语 虽然在真仙谷 他和几位师姐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面也在幻想 有一天 要是能够跟几位师姐 在一起那啥 只是那种感觉 他只是有贼心 没贼胆 也就想想而言 他可没那么大的胆子 在他看来 甚至他那种想法 让他那几位师姐发现了 他那几位师姐非得打死他不可 可是谁曾想 这种想法 居然有一天实现了 哼 你还说 你看 你最近又惹了那么多祸事 特别是那个光明神国的事情 难道说 要让他们一直捣乱不成 沐青城这时候 非常不合时宜的 说了一件正事 当然 在说话的时候 紧紧的贴着江寻 沐青城的皮肤非常好 非常的滑 贴在江寻身上 江寻之感觉 整个人都痒痒 甚至在身上 又燃起一团火来 他哪里经得住这样的考验啊 特别是 他从小修炼纯阳神功 身上的火气 本来就中 师姐 你别这样 小心我又忍不住 再把你折腾一番 沐青城一听这话 这才往后退了两步 没办法 江寻这个小混蛋 实在太厉害了 刚才折腾一番 他已经投降了 怎么也得再休息几天 不然的话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 都要走不动到了 你倒是说啊 这个事情 问题实在太大了 要不要我请大帅帮忙 骆青岚在这时候 也帮忙出谋划策 光明神国 虽然是一个组织 可是实际上 这个组织一旦有什么大动作 整个世界一般的国家 不要紧张 华国算是比较大的国家 可是在这个时候 面对这种事情 也会比较严肃 江寻一阵无语 你这话说的 麻烦大帅干什么 况且 大帅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那你想怎么样 你们放心吧 啥事都没有 江寻这个时候 一双手又不安分起来 结果他瞄准的目标 居然是陈玉儿 陈玉儿双脸飞红 江寻哥哥 我不行了 你找其他的姐姐吧 我要休息几天 陈玉儿教修者躲闪 况且 现在我已经怀孕了 这样下去 怕影响到孩子 陈玉儿赶紧解释 你在说啥呢 我就是来教教你 你前面不是说 让我教你修炼吗 现在 让我来教你 怎么运转灵气 陈玉儿听到这话 有些猛 自己这个江寻哥哥 脑洞是不是大了点 不过 听到这个 陈玉儿还是很高兴的 与此同时 王家 作为神州大陆东南地区 第一家族 现在的王家的气氛 却非常的紧张 你说什么 网友到这个老头 听到王孟秋的报告 一时间 感觉有些猛逼 因为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江寻面对光明神国的长老 居然都有一战之力 光明神国的长老级别的人 在他们看来 那就是神呀 难道说 江寻也是那个级别的吗 爷爷 没错 那可不仅仅是一战之力 实际上 光明神国的长老 在江寻面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而现在 我们和光明神国之间 还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误会 王孟秋说到这里 都快要哭了 原本他们想要利用 光明神国和江寻的矛盾 从中捞到好处 结果现在 居然引火上升 要是光明神国找到他们 那么他们整个王家 都要完蛋了 怎么会这样 网友到这老头 脸上也是出现了 极其可怕的怒火 这个家伙 一直以来都自认为 自己足之多谋 老谋深算 不知道多少人 在他的算计之下 失去了一切 可是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还有这一天 那个江寻 这个混账 网友到嘴里面 骂骂咧咧的 可是正在这时 突然又有手下来报告 老板 出大事了 我们在北美的一处产业 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 一百多人全部死亡 现在 有神秘势力 已经宣布接收了我们的产业 你说什么 网友到心情本来就不妙了 结果听到这话 更是瞪大了眼 他们在北美的产业 那是他们多年投资的结果 老板 又出大事了 没过一会儿 又有人来报告 网友到这个老头 再次听到这个报告之后 只感觉眼前一阵黑 这些报告 没有一个是好消息 而且最可怕的是 事情的情况 也完全相似 就是他们名下的产业 直接遭到袭击 他们的人直接被杀了 然后产业被吞并 如此霸道 如此凶狠 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的组织 只有光明神国 有这么大的胆子 毕竟除了光明神国以外 其他的人 没有人敢这样做 网友到额头上 冷汗直冒 他只感觉眼前一黑 完了 这下子彻底完了 怎么办 王孟秋现在感觉心如死灰 原本他以为 他的爷爷作为他们家的家主 也是实力最强的 应该有点别的办法才对 可是现在 他的爷爷都没办法了 这下子 他们怎么办 说实在的 他们家的产业 对于他们来说虽然重要 但是在他们看来 那还是可以失去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家的人 要是人没了 那么自然就什么都没了 结果正在这时 突然有一个人 跌跌撞撞的跑进来报告 老板 不好了 光明神国的人 送来了一张帖子 王孟秋拿过帖子 他仅仅是看到那张帖子的样貌 就吓得脸色一白 差点晕了过去 因为这是光明神国的必杀令 第164章 纠结的王家 光明神国的必杀令 意味着 收到这个帖子的人 那么会遭到光明神国的追杀 一般情况下 必死无疑 古往今来 就没几个人能逃脱 王孟秋快要哭了 他没想到 他们家到头来 居然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爷爷 难道说我们王家 就要这么玩了吗 他不明白 他怎么也不明白 他们家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 也不一定 不过现在 不管怎么说 我们家也要元气大伤 可能 很多年都恢复不过来了 王有道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爷爷 这还有啥办法 王孟秋瞪大了眼 他的爷爷在他的眼中 忽然变得高深莫测 去找江巡 江巡跟光明神国对抗了这么久 结果光明神国 却依然拿他没任何办法 说明江巡 确实是有真本事的 我们想要活下去 只有去找他帮忙 王孟秋听到这话 一口老血 差点吐了出来 在他心里面 根本就看不起江巡 甚至在这之前 他一直都在想着 怎么把江巡弄死 而且前面 他在江巡面前 装过那么多刺币 结果现在 他们家唯一活下去的机会 是去跪求江巡帮忙 这一刻 他连死的心都有了 不过 为了家族的生死存亡 没有办法 他还是只能去找江巡 当他找到江巡的时候 江巡跟陈月儿他们 正在吃饭 大海边 实际上别的美食 江巡都看不上眼 唯独海鲜 倒是非常不错 因此江巡他们 正在吃海鲜大餐 只不过 因为在江巡的身旁 好几个爵士美女 所以他们刚刚到了这里 就直接变成了焦点 特别是很多男人 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然后 一个个的看江巡的眼神当中 都会充满无限的嫉妒 可是没办法 因为江巡长得实在太帅了 特别是他的境界越来越高 气质越来越强 很多人见到了 自残行婚 因此没办法 哪怕是再怎么羡慕嫉妒 也只能偷偷地看 不过正在这时 众人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一个 长得人不忍鬼不鬼的家伙 走了进来 这人自然是王孟秋 王孟秋为了修炼 把自己的一张脸 变成了一头狮子一样 他去找江巡的时候 用自己的真面目 原本是想吓唬人 当然在平时的时候 他可不敢这样出去 否则的话 会被人当怪物看待的 因此 他一直戴着面具 可是 哪怕是戴着面具 还是人不忍鬼不鬼的样子 这家伙 来到江巡旁边 江巡身边的几个人 立刻警惕起来 怎么 你又有事 王孟秋咬了咬牙 忍住了自己心里面的怒火 然后勉强让自己心平气和的说道 江巡 我求你见事 求人 是这个态度的吗 这时候 江巡实际上知道是怎么回事 毕竟以他的能力 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个光明国度的人没有死 他实际上 就是故意放回去的 王孟秋见到江巡这个态度 立刻气的肺都快要炸了 他的心里面很不服 毕竟他们王家 已经强大了几十年了 可以说是真正的豪门 他们最重要的 拥有强大的战力 就那强大的力量 足以让整个华国任何一个家族 在他们面前 都得恭恭敬敬的 江巡这样一个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新贵 在他看来 就是一个小年轻而已 结果没想到 现在居然让他来求这样的人 这让他怎么忍得住 可是现在 他忍不住也得忍 江巡 现在我们家的情况 你应该也知道 因为你的事情 现在我们家 已经要被光明神国追杀了 现在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情 就是求你保住我全家人的命 这家伙心里面气的要死 可是还是想要求人 没办法 他是真的不想死 特别是享受了 这么多荣华富贵的人 谁愿意这么轻易的死去 这么死去了 那就是失去一切 他的心里面 怎么甘心 江巡呵呵一笑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怎么又怪我了 我在我家里好好的 是你自己主动来找我 然后给你自己找了一堆麻烦 结果现在 怪我呢 这家伙 实在太无耻了 太不要脸了 不仅是江巡 还有沐青城他们 一个一个的 都感觉如此 不怪你 都怪我 王孟秋咬了咬牙 忍住了心中的怒火 这个事情 都是我们的错 我被猪油蒙了心 想要你手中的那块玉佩 结果现在 导致出了这么多麻烦 江巡先生 就当是我求你了 救救我吧 这家伙 最终还是选择等服软 江巡现在倒是很轻松 他一边吃着一只螃蟹 一边笑呵呵的 好吧 既然你说了 求人帮忙 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你说吧 你愿意拿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一边咬着一只大螃蟹 一边煞有介事的样子 小混蛋 螃蟹不是这么吃的 一旁的沐青城 似乎根本就不关心这事 只看到江巡连同螃蟹的壳 全部嚼得稀巴烂就这么吃了 一时间也是目瞪口呆 我们王家 积累了这么多年 也算是有点财产 只要你能保下我们一家的命 我们王家的一半资产 归你 王梦秋认错 然后这家伙 现在也豁出去了 一半财产 当时你敲诈我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江巡懒洋洋的 似乎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 那天 这个家伙一直觉得 他们王家 才是江巡的救星 所以 这家伙那天还在幻想着 让江巡交出一切的 交出一切 包括盛世集团不说 最重要的 居然还要让江巡为他们打工 王梦秋听到这话 恨不得删自己几个嘴巴 自己当初 为什么要做这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这麻烦了 可是让他 别把他们自己家的产业 全部交出去 他有些不舍得 毕竟那可是荣华富贵 可是随后 他又想到了光明神国 那恐怖的力量 你确定 你能保护得了我吗 第165章 闯大祸了 王梦秋不甘心地看着江巡 江巡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那是当然 我江巡别的不敢说 可是我手下的人 我不会再让任何一个人 被外人锁伤 哪怕是扫厕所 或者干其他脏活累活的 王梦秋听到这话 再次气得 肺都快要炸了 江巡这话表面上 好像什么都没说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不就是要他王家的人 去盛世集团打扫厕所 或者干其他脏活累活 然后他才答应保护王家一命 这特么的 王梦秋气得想要骂人 他咬了咬牙 红着眼看着江巡 江巡 你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江巡瘫了贪手 过分 当时你心里面不是也这么想的吗 况且 我盛世集团盘子比较大 厕所也比较多 一般的工人确实很难打扫 你们这些人都是修武者 实力强大 打扫起来应该容易点吧 江巡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江巡先生 你再羞辱我们 王梦秋咬了咬牙 他的心里面 这一下子更加不服了 凭什么 他们可是体面人 以前的时候 整个华国的各大家族 在他们面前 都得恭恭敬敬的 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确实强大 另外一方面 就是因为 他们和光明神国的关系 光明神国非常隐秘 但是那些有力量的家族 顶多还是知道 并且知道 这个组织的人 那是可以随便赐予别人力量的 在米国所谓的异能者 都是来自于这个组织赐予的力量 而哪怕是那些异能者 都已经算是各大家族的 顶级强者相对应的存在 各大家族 怎么能不磨办 可是现在 他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江巡笑了笑说道 没错 我就是在羞辱你们 没办法 我这个人记仇 谁羞辱过我 我就羞辱谁 你 江巡这么一说 让王梦秋一时间 不知道说什么好 人家就是想要羞辱他 这还要说什么 他咬了咬牙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他们家那些人 大多数时候 都是高高在上 除了在少数的一些 特别力量面前 显得很谦卑 比如在光明神国面前 他们像狗一样 但是在大多数时候 是别人尊敬他们的 而他们家的人 也习惯了高高在上 结果这时候 让他们去做这些建活 这让他忍得了吗 你愿意做就做 不愿意做就无所谓 反正我也无所谓 你们家的那点产业 对于我来说 算不了什么 王家说白了 就是靠一个秘境发家的 现在 这个星球上 秘境虽然并不算是特别多 总共估计也就几百个 可是 江巡是什么人 那是可以随便进入秘境的人 一个秘境 能够比得上他吗 更不要说 还有真仙谷这样特殊的存在 正在王孟秋犹豫之际 他冷不丁的 突然感受到 一股恐怖的杀气 在他旁边 多了一个可怕的杀手 没错 正是毒蛇 毒蛇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你爱做就做 不爱做就滚 本来 主人非常大方宽厚 从来不会亏待自己手下 任何一个人 现在 这个世界上 不知道多少人 愿意来主人手下呢 你还挑挑拣拣的 毒蛇这家伙 满脸自吼 毕竟 他在国际上当杀手的时候 那可是招不保夕 虽然他的实力很强 令人闻风丧胆 可是毕竟比他强的 还是多太多了 跟了江巡之后 他发现 自己整个人都发达了 他需要做的事情 少了很多 最关键的是 他从主人那里得到的赏赐 却是他以前奋斗了半辈子 都没有得到的东西 你 王孟秋在刹那间 就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存在 再问你一遍 你来不来 来就来 不来就滚蛋 别婆婆妈妈的 耽误主人和女主人的吃饭 毒蛇说到这里 还恭恭敬敬的 跟江巡居了一躬 王孟秋心里 砰砰直跳 毒蛇这个人 给他的压迫感 实在太强了 最后 他只能跪在地上 谢谢主人 请主人一定要保护我们全家 江巡点点头 起来吧 然后回去 告诉你爷爷 好像是叫网友道吧 让他收拾好东西 准备去盛氏集团 当清洁工 放心吧 去了盛氏集团 你们就安全了 没有人 能够把你们怎么样 王孟秋点点头 一样离开 见到这家伙这副样子 沐青城终于开心了 这混诈 没想到 居然会落到这个下场 笑死我了 沐青城一时间 想到了自己 刚来东海市的时候 遇到的那些尴尬事情 他在表面上 走向风光无比 处于金字塔顶端 在整个东海市 没有几个人敢招惹 可是实际上呢 在背地里面 受到了多少欺压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特别是东南的王家 让他吃过多少亏 受过多少敲诈 可以说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没事 以后这些家伙 会乖乖的 江巡又拿起了一只螃蟹 以前在真仙谷的时候 他可以说是什么美食 都吃过 唯独这个螃蟹 没有机会 可是现在 这一切倒好了 叮铃铃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江巡打开手机 结果发现 电话那头 居然是大帅 江巡 你这小子 胆子倒是不小啊 没有想到 真的是你招惹了光明神国 江巡笑嘻嘻地说道 哎呀 也没什么事 主要是那些家伙犯贱 然后我忍不住杀了他们几个人 他这轻描淡写的话 可是却让大帅忍不住了 大帅冷哼了一声 臭小子 这个时候 你还嬉皮笑脸的 你知道吗 现在 光明神国正在对大肠老施压 而现在 燕京的各大家族 在光明神国的压力之下 都在讨论着 要把你抓起来 交给光明神国 江巡一听这话 倒是有些惊讶 有这种事情 那你怎么说 大帅冷哼了一声 我还能怎么说 燕京那么多家族 我一个人的意见 能够左右得了所有人吗 你现在 赶紧给我滚回来 好好解决这个事情 第166章 光明使者 搞什么 江巡听到大帅的话 一时间突然觉得 这个事情 好像还有点严重 是一些废物 骆青兰听到这话之后 皱起了眉头 感觉非常不爽 因为别人一个威胁 就要把自家人交出去 哪里来的耸包 沐青城也骂骂咧咧的 他这辈子 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江巡哥哥 咋办 江巡想了想 没事 我先送你们回东海 然后我去燕京看看 到底怎么个事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骆青兰来了精神 他现在是那个样子 似乎很想打架 我先去 如果需要帮忙 我会联系你的 江巡也不废话 骆青兰点点头 这话倒是好听 既然如此 那好吧 江巡没有任何停留 立刻带着几个人 先回到了东海市 在东海市 他们盛氏集团的总部 现在被江巡经营的水泄不通 因此现在 江巡不用担心 然后 他独自一个人 来到了燕京 直接前往大帅府 此时的大帅府内 非常的热闹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了很多外国人 这些个家伙 一个个的长得 奇形怪状的 不像正常的人类 可是他们的气势 却非常的强大 我们还是一句话 江巡这个家伙 凶狠残暴 杀人无数 整个世界 所有的人 不厌恶他 你是华国战神殿的大统领 希望你马上下令 逮捕此人 在客厅里面 一个小黄毛 站在大帅面前 此时极其嚣张 大帅身边的人 一个个的剑拔弩张 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可是现在 他们都是做的防御姿势 没办法 因为这个小黄毛的背后 那些家伙 实在太强了 哪怕战神殿 居然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毕竟 这光明神国的人 这些家伙 那都是被称为神的 大帅此时闭口不言 没办法 现在他的心情 也非常的不妙 他当然不希望 江巡出什么事情 但是也不希望 自己手下的人 跟对方开战 毕竟 这根本就不是对手 江巡 你什么时候来啊 在大帅的旁边 刘副官皱着眉头 同样也是心里面 砰砰直跳 他们是战神 什么时候 经历过这么憋屈的事情 可是现在 却没有办法 只有等候江巡的到来 结果正在这时 这个屋子里面的人 突然听到了一个 很洒脱的声音 怎么了事 怎么这里 这么热闹 众人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都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 毕竟就在刚刚 这里的气氛 实在太紧张了 没有人 敢这样细皮笑脸的 果然 众人回过头之后 又看到了一个 非常熟悉的身影 那个人 穿着普通 但是长相却 极其帅气 最关键的是 那一张帅脸上面 爱得非常灿烂的笑容 那个样子 好像并没有把眼前的事情 当一回事 小黄毛见到江巡之后 顿时愤怒无比 他身边的人 一个个的身上的气息暴涨 那个样子 好像是立马做好了战斗准备 江巡撩了一下袖子 怎么 你是啥人 大帅是我老师的朋友 也是我的长辈 怎么的 你这是不准 我来这里了 对面那个小黄毛冷哼了一声 我是光明神国的使者 我叫托米 小子 既然你亲自出现了 那现在我就劝你 乖乖束手就擒 否则的话 你 包括你所有的朋友 你所有的亲人 全部都在我们的追杀名单当中 江巡摸了摸下巴 是吗 看来这一次 好像是真把你们惹生气了 你们这是 打算助我酒足啊 托米冷哼 小子 你现在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谁让你如此嚣张 居然敢冒犯神的威严 这家伙 在说话的时候 身上的气息 不断地往周围弥漫 整个大帅府内 所有的人 都感受到了恐怖的压力 这个家伙 仅仅是光明神国的使者 这些人 一个个的心里面 都砰砰直跳 说实在的 在这之前 大多数的人 都没有听说过光明神国 少数的顶级家族里面的高手 听说过光明神国 也知道这里面的人 极其强大 因此 几乎所有的人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畏惧 他们对于光明神国 可以说是畏惧到了极点 而现在 但是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力量 江巡摇了摇头 是吗 神 现在这个年头 什么人都敢自称 自己是神了吗 让我来看看 你们这几个神 到底有啥实力 在说话间 他就已经出手了 依然是老套路 他的速度很快 直接就来到了 那个托米的旁边 不过 托米身边的那几个人 反应速度也极快 他们居然在那眨眼之间 同样到了托米身边 形成了护卫 双方 就是这么眨眼瞬息之间 都已经完成了 几十个招数的比拼 这让大帅 都感觉眼花缭乱 几个人 实在太可怕了 当然 双方交手的速度很快 分出胜负的速度 似乎更快 只听到在一阵 破空之音当中 空气当中 传来啪的一声 非常干脆 然后就见一个人 捂着自己的脸 倒在了地上 几颗牙齿 就这么掉了出来 紧接着 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 托米身边的那些人 竟然飞快地倒下 每一个人 受的伤几乎都是一样 都是一半张脸 都几乎被打歪了 哪怕是最后 那个墙的可怕的托米 同样也是 他被江巡一脚 踢碎了膝盖 然后就这么跪倒在地 你说你们是神 看这样子 也不过如此吗 江巡摇头 他一脸的失望 那个样子 好像是渴望遇到 势均力敌的对手 结果却又失败了 你 托米受了重伤 再次听到江巡 这样的侮辱之后 愤怒到了极点 作为光明神国的人 他的心极其骄傲 除了他们光明神国以外 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 在他们的眼里 如同蝼蚁一般 可是现在 他被蝼蚁给揍了 第167章 群鹰会脆 就这样 不行 你溜起来 咱们继续过招 江巡非常嚣张 他用手指着对方 语气当中充满了挑衅 那样子 根本就没把对方 放在眼里 这下子 现场一片哗然 年轻人 你已经彻底 把我们惹怒了 你可知道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江巡笑呵呵的说道 后果 前面的时候 你们派人来害我 来找我的麻烦 我把他们杀了之后 你们不是已经 对我下了必杀令吗 还有什么 比这更严重的后果吗 你 江巡大大咧咧的 根本就不耐烦 少废话 你要是觉得不服 就起来再打 或者 直接摇人 江巡说到这里 在此做了一个 挑衅的动作 托米这家伙 此时心有不甘 可是 让他动手 他现在 已经不敢了 刚才其他人 没有看清楚 两人的动作 可是他在交手的时候 却已经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 到底有多么恐怖 毕竟 他在对方面前 实际上一个回合 都没有撑住 这家伙咬了咬牙 带着他那些受伤的手下 居然慢慢的撤退 不过 大帅府内 并没有人敢阻拦 江巡 你这 你这样下去 不会出大事吧 大帅也是忧心忡忡 江巡贪了贪手 大帅 我记得曾经 作为战神殿的统领 可是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人 怎么现在 你变成这样了 大帅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说实在的 曾经的战神殿 大帅确实很怀念 那个时候的战神殿 实际上并不是最强的 可是战神殿 依然敢打敢拼 也正是靠这样 曾经的战神殿 可以说是人才被出 没有任何人 胆敢冒犯 而现在 华国的强者 实际上越来越多 不过大多数的人 依然都在各自的家族 为各自家族效力 战神殿的人 这才越来越弱了而已 可是 大帅的性格 却让江巡感到很不满意 江巡这么一说 大帅却大笑起来 哈哈 老夫确实有些胆小了 你是我朋友的徒弟 同时也是我朋友的儿子 说实在的 我确实不希望 你出什么事 不过你这么自信 现在我也有信心了 大帅哈哈大笑起来 马上召集燕京各大家族 我要开一个会 你这样的人才 如果我都保不下来 那么以后 我这个大帅都不当了 大帅的眼神当中 充满了坚定 战神殿 是华国非常重要的力量 而战神殿的统领 在燕京的话语权 也是非常高的 大帅一个命令下去 很快几十封请帖 又分发了出去 没过一会儿 整个燕京就有大量的人 来到了大帅府上 这些人 是个家的代表 同时 他们一个个的 也都不是弱者 毕竟 这些人在华国 每一个都是有钱 有势有地位 这样的人会想方设法的 提升自己的实力 因此现在 整个大帅府内 很快群鹰会萃 大帅 你把我们找来干什么 你现在 是不是有办法抓到江巡了 没错 现在应该想办法抓住江巡 把江巡交给光明神国 这样的话 非但不会引起冲突 甚至我们有可能 还能得到莫大的好处 可是现在 江巡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抓他 现场的人 一个个的议论纷纷 甚至有的人 越聊越起劲 甚至他们在聊 抓到江巡之后 可以获得多少奖励了 毕竟 光明神国 在整个地球上 那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能够帮光明神国做事情 那得到的奖励 自然就不用说了 毕竟 对于光明神国 在这个地球上 就有很多传说 据说 很多的异能者 原本就是一个 很普普通通的人 甚至还是一个 被人欺负的底层 可是因为机缘巧合 得到光明神国 获得的一点恩惠 他们就能够屌丝逆袭 成为强者 甚至在这都市当中 成为新贵 这样的传说 实在太多了 不仅在华国有 哪怕是在国外 同样也非常多 甚至在国外 这样的传说更多 以至于光明神国 在很多人的眼里 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只要能够得到 神的一点奖励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那就是重大的机遇 当然 在人群当中 也有持反对意见的 干什么干什么 江巡先生 什么时候招惹过你们了吗 甚至江巡先生 在明里暗里 还帮过你们不少 比如你们这些家族 至少有不少人 都从江巡先生的手里 买到过仙草吧 仙草这东西 在正常情况下 是花钱就能买到的吗 江巡先生 愿意把仙草卖给你们 那不就是 在帮你们吗 结果你们现在 全忘恩负义 你们对得起他吗 说这话的人 名叫白千任 白千任是白家人 自从江巡帮助白家老爷子 领悟了长城爵之后 白家一直以来 都对江巡非常感激 哪怕这个时候 同样也是如此 白千任是白家的年轻一代 可是天赋极高 现在年纪轻轻的 就已经是一个 金丹七的修士了 他能有这样的成就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天才 另外一方面 也是间接地 获得江巡的帮助 白千任这么一说 现场的众人 要是都安静了一下 不过 很快所有的人 再次愤怒起来 哼 你们白家 倒是得到了江巡的帮助 现在崛起了 不过 你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姓白的 你真的以为 就凭你一个人 不能就得了江巡吗 这时候 现场的众人 一个个地站起来 几十个人一起出手 先围攻白千任 白千任性格刚强 丝毫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 直接正面硬碰硬 然而 他一个人 怎么可能是那么多人的对手 双方正面碰撞一招 他就倒退了好几步 然后猛地吐了一口鲜血 感觉眼前一黑 直接倒了下去 干什么 开个会 你们这些人 不想着怎么对付外人 先直接对自己人下手 正在这时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还来了一个愤怒的声音 之前那个声音 听起来很熟 江巡 第168章 无人能挡 所有的人都发现 江巡居然在大帅府 然后 众人就见到江巡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从幕后走到前台 江巡 你还有脸出来 江巡 你知不知道 你惹怒了光明神国 你出了多大的漏子吗 光明神国 真诚要跟华国开战 都怪你 你现在 还不快束手就擒 现场的众人 一个个的对江巡 都是愤怒无比 他们现在 一边义正词言 当然同时在他们眼神当中 就充满了贪婪 要是在这个时候 把江巡抓住 交给光明神国 那会怎么样 很多人都开始心动了 江巡却并没有理会太多 他只是慢慢的来到白千人旁边 把白千人扶了起来 结果发现 白千人因为受到太多人的攻击 他的五脏六腑都已经坏了 在这个时候 完全没有了声息 死了 大帅看到这幅场景之后 同样也是愤怒无比 江巡眼神当中 闪过一丝杀气 你们 一个个的 看我不爽 既然看我不爽 那又有本事过来抓我 否则的话 在那里口嗨什么 他说话的声音 不算是特别大 语速也很慢 甚至很平静 可是 他的话语行间里面 充满了自信 同时也带着威胁 这时 人群当中 一个看上去 长得非常壮的中年男人 有些忍不住了 他直接站了出来 臭小子 你这么嚣张 那我来会会你 这个男人一出来 其他人都倒吸了一口气 因为这男人 也不是普通人 这是燕京大名鼎鼎的 全法适合性 在整个燕京 能够跟他过招的人 都没有几个 他的拳头能够开山猎石 威力十足 这家伙 面对嚣张的江巡 可以说忍无可忍 他直接出来 瞬间就是一拳 对着江巡打了过去 他的拳头过去的路径上 带着破风之音 周围狂风大作 甚至在空气当中 居然出现了火花 那种感觉 就好像他的拳头 打得不是江巡 而是整个地面 拳头还没有落地 众人突然就有一种 山崩地裂的预感 结果 蹲在地上的江巡 没有任何表情 身体也没有大幅度的动作 是同样挥出拳头 跟何信的拳头 正面碰撞在了一起 然后 众人就见到江巡 依然蹲在那里 纹丝不动 而何信的拳头 居然发生了扭曲 然后 就听到咔嚓一声 何信脸色一变 因为他瞬间就感觉 自己的手上 传来一阵剧痛 毕竟 他力量实在太大了 他整只手的手骨 都发生了骨折 啊 这个家伙 捂着自己的手 痛苦地蹲了下去 江巡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看了一眼剩下的人 还有谁要来跟我试试 他的语气 依然非常平静 那个样子 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 就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样 可是现场的人 却是一片哗然 何信就这样一招都败了 而且 还是这样硬碰硬的 只凭一只拳头 就分出了胜负 众人不敢相信 他也难以接受 江巡说道 话说 你们这些人 不是要抓我 不是要把我交给光明神国吗 怎么 一个人趴下了 剩下的就不敢了 你们这些人 算什么高手 他的语气当中 充满了鄙视 华国卧虎藏龙 实际上强者无数 不过 很多的强者 并没有在这些大家族当中 这些大家族 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 可是很多人 却忘了什么一样 至于他们的实力 让人担忧 江巡这么一说 剩下的众人 一个个的 气的肺都快要炸了 他们可是高手 不要面子的吗 全敢这样鄙视 这下子 这些人再也没有客气的意思 一起出手 轰隆 江巡同样也没有客气 他运转自己的功力 跟这些人 来了一个正面碰撞 江巡一个人 对抗几十个人 双方僵持了不到三十秒钟 然后就听到轰隆一声 出手的几十个人 全部倒飞了出去 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地 你 这出手的几十个人 气急败坏地站起来 还想继续动手 可是猛然间 他们发现现在 他们好像碰上了一个 他们惹不起的人 这也太猛了 然而现在的江巡 却并没有功夫理会他们 有银针吗 江巡检查了一遍 白千刃的状态 他马上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要把白千刃救活过来 大帅此时 同样也在愤怒 他不明白 这些人面对光明神国的威胁 为什么反而买为攻江巡 不过听到江巡的话 他倒是感觉很意外 这个时候 你要银针干什么 你要用银针杀人吗 银针是一种医生的工具 可是与此同时 也是一种杀人的戾气 大帅这么一说 现场的众人 一个个的感觉心 都凉了半截 大帅 你想干什么 你把我们召集来这里 就是想要杀了我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得罪了燕京这么多家族 真的以为 就凭你能善了吗 这时 面对大帅 这些人一个个的都自信无比 毕竟 他们每个人的背后 我有一大家子人 都是一个庞大的势力 杀一个人 就得罪一个势力 因此 他们胁迫大帅 江巡听到这话 顿时感觉无语 你们 我杀你们干什么 你们算什么东西 杀了你们或者不杀你们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或者坏处吗 他依然轻描淡写 在话语行间里面 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那个样子 好像是在轻视对方一般 我要因真 是想把白千任救活 毕竟 白千任算是我的朋友 他去过白家 也和白千任 有过点头之交 也算是朋友 江巡觉得 自己这么乐于助人 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这些都是基本操作 虽然平时 他动不动就想揍几个人 动不动就要一个大逼都过去 可是 那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 他这么一说 倒是让现场的人傻眼了 救人 这白千任 现在都已经死了 居然也可以救人 你在开什么玩笑 小子 你不会是在这个时候 想要搞点这种事情 来体现你的价值吧 第169章 肉白骨活死人 江巡一句话 让现场的众人 一个个的都是猛逼 刚才白千任和他们对抗 至于他们几个人一起出手 瞬间被秒杀 说起来 这个事情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甚至感觉非常解气 没办法 因为他们这些人 是老牌家族 而白家 原本要弱一些 只是最近这几个月 白家的老祖宗 突然因为得到江巡的指点 实力突飞猛进 有了实力之后 还让他们挤进这个层次 而现在 干掉白家一个人 对于他们来说 算是出气了 而且白家 根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结果现在 江巡能够把人救活 这开什么玩笑 江巡很平静地说道 阎王要人三更死 我敢留人到五更 我说能救 那就是能救 大帅看到自己家里死人了 本来心里面还非常愧疚 可是 他听到江巡这么一说 一时间也信心大增 来人呀 去把我珍藏的 那副银针拿来 大帅自信满满 他曾经也是受过重伤 得到江巡师父的治疗 这才活了过来 因此 这些年来 他对于这方面 也颇有研究 他自己珍藏了一副银针 这东西 可以说弥足珍贵 江巡拿到了银针之后 也没有任何客气 飞快的行动 其他的人 此时也不好打扰 当然 也不是不想打扰 只是刚才江巡那恐怖的力量 让他们感到怂了 毕竟 刚才江巡还只是查看 结果有人动手 都被打成了那样子 更不要说 现在的江巡还在给人治病 他们很难想象 这个时候打扰了江巡 会是怎样 当然虽然不想动手 可是现在 他们却没有一个人相信 江巡就把死人救火 这家伙 还在装模作样 我倒要看看 他能装模作样到什么时候 装模作样 也没有用 现场的众人 一个个的小声的议论着 虽然打不过江巡 可是他们的心里面 却非常的不服气 现在 在他们看来 江巡无论如何 也必须的死 当然 在死之前 如果能够出手的话 他们也很乐见 不过 江巡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他飞快的失针 又快又准 所有的银针 在他的手中 不停地抖动着 没有人能够看得清楚 他在干什么 众人只看到 他的手在不停地插银针和拔银针 众人只能看到一阵幻影 同时 这种人明显感觉到 在空气当中 都有灵气的波动 这股强大的灵气 让他们感觉莫名 十分钟之后 就在众人以为 江巡依然只是装模作样的时候 众人就见到 原本已经失去了生机的白千刃 在这个时候 突然咳嗽了一下 他的双手居然动了动 我的天 该不会真的能救活吧 奇迹啊 这可是医学奇迹 有人感叹着 他们是真的吃惊 毕竟 刚才他们可是那么多人一起出手 白千刃的所有内脏 可以说是在瞬间就被破坏 结果这样 还能活 江巡这个时候 依然没有废话 他利用真仙谷的秘术 正在不停地帮助白千刃治疗 终于 过了半个小时 白千刃睁开眼睛 虚弱地爬了起来 江巡先生 这是 江巡看着这家伙 说道 怎么样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还撑得住吗 他只是随随便便的疑问 可是白千刃在这时候 却感觉自己浑身上下 充满了力量 虽然因为受重伤 他发现自己浑身上下 还是有些不协调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死不了了 白千刃点点头 江巡先生 刚才我真的以为 自己已经到了鬼门关了 甚至在鬼门关 已经走了三遍了 没有想到 江巡先生还能救我 多谢先生 救命之安 江巡点点头 随后从那枚戒指里面 拿出了一颗红色的果实 诸果 见到这颗果实之后 现场的众人 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因为这颗果实 那是可以直接提升人修为的 神奇果实 据说 特别是 对于一些卡在一个境界 多年都无法突破的人来说 这样的果实 那简直就是神器 这样的东西 可遇不可求 哪怕是花再多的钱 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 可是现在 江巡居然拿出一颗 随随便便的就送人了 我刚刚 听到你为我说话 所以 这个东西 就当我送给你的小礼物 算是感谢吧 江巡轻描淡写 直接把这一颗猪果 当做小礼物 让现场所有人 感觉疯了 这都是傻 一颗猪果 都只是小礼物 那真正的大礼 是什么 难道是传说中的龙肝凤髓 或者盘桃仙果吗 众人不理解 同时 他们一个个的心中 又充满了嫉妒 江巡先生 这也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江巡说道 怎么 你是觉得 我这东西拿不出手吗 据说 有人把那个什么 光明神国的一点赏赐 当做奇遇 现在既然如此 那些家伙做梦都想要的东西 那么我现在 明明白白的 送给我的朋友 江巡他这么一说 在这个大帅的家里 一下子引起一片哗然 没错 一颗猪果 可以算是奇遇了 如果是普通人 要是吃了一颗猪果 那么至少 也是筑基境界的修饰了 甚至还有可能更高 能够一下子改变命运 这不算是奇迹是什么 哪怕是境界更高的 吃了这样的果实之后 也会有极大的效果 这下子 现场的众人 一个个的都忍不住 咽了咽唾沫 抓住江巡 交给光明神国 或许能够得到 所谓的奖励 可是那些奖励 有没有一颗猪果这么贵 还不一定呢 在这个时候 已经有人在开始思考 怎么才能把前面的事情 接过去 然后和江巡搞好关系 当然 更多的人 则是有其他的想法 跟江巡搞好关系 他们这些心高气傲的人 这个时候没这个想法 从江巡手中抢 他们考虑到这个之后 心里面都是在思索着 到底怎么实施 一时间 现场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 江巡 你过来一下 这时候 大帅忍不住了 拉着江巡走到一旁 在他眼中出现了担忧的眼神 第170章 等着看江巡的笑话 什么事 江巡看了一眼大帅 还是来到了大帅的旁边 作为对长辈的尊重 这个时候 还有谁不服 还有谁 要把江巡交给光明神国的吗 大帅现在心里那个爽呀 在以前 他虽然是战神殿的统领 可是实际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 他是越来越说不上话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他的手下 确实没有强者呀 战神殿没落了 可是现在 他的心里很爽 因为江巡虽然不是他的手下 可是却是他的朋友的徒弟 最关键的是 江巡可是答应过 要当战神殿的接班人的 现在 江巡算是他的半个接班人了 现场的各家代表 这个时候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说实在的 他们当中的有一部分人 确实有些后悔了 当然另外一部分人 现在却皱起了眉头 在他们的眼神当中 闪过一丝杀意 没办法 这些人虽然心里面后悔 可是现在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 已经站到了江巡的对立面 摆明了 要帮助光明神国对付江巡 在这个时候 他们可拉不下脸来 大帅 这个江巡 确实有些本事 不过 你现在是铁了心的 要保他吗 哪怕他如此 可是他在光明神国面前 恐怕依然不够看 你难道要为了这么一个人 让华国陷入 和光明神国的对抗中吗 这时候 人群当中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这个家伙 穿着打扮 看上去颇有一番德高望重的气象 当然 那是以前而已 而现在 他这样一句话 给人的感觉 确实底气不足 大帅冷哼了一声 是又怎样 我代表我个人 谁要对付江巡 那么就先对付我 白千任这小子 刚刚才死里逃生 在这个时候 对江巡他 自然也是坚定的支持 所以这个家伙 也来到了江巡身边 江巡看了一眼对面 怎么 你们这些人 意思是说 还是想要继续帮助光明神国的人对付我 说到这里 他的双眼当中 突然闪过严厉的眼神 那种眼神 让人感觉很可怕 那个样子 好像他又要杀人一般 现场的众人 一个个地打了一个寒战 江巡这个家伙 现在在他们的眼中 确实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存在 一手杀人 另外一手 却能让死者复苏 这是何等的本事 刚刚那个在前面说话的人 冷笑了一声说道 你有本事 我们惹不起你 但是 我们只想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不想卷入你和光明神国的对抗当中 这个看起来德高望重的家伙 名字叫做唐文西 江巡听到这家伙这话 只觉得好笑 刚才的时候 你们气势汹汹的来对付老子 结果现在 你跟我说 你是中立的 你当我是傻子吗 不过 对于这家伙 他现在也没有马上动手 他冷笑了一声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现在 马上给我滚蛋 既然不想参与进来 那你现在 还跑到这里 来干啥 他的语气 非常的坚定 完全没有给对方一点点面子 你 唐文西这家伙 顿时气得要吐血了 他是什么人 他在整个燕京 都是有名有姓的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 见到他之后 都要给他点面子 别说是大帅 哪怕是大长老 见到了他都是如此 结果现在 居然敢这么跟他说话 唐文西冷笑了一声 江巡 你这臭小子 既然你这么嚣张 这么无法无天 那咱们就走着瞧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对付光明神国 说到这里 他直接拂袖而去 转身离开 他这一走 现场的人 一个个的也都走了一大半 这些家伙 在华国这片土地上 他们一个个的 自认为自己是 有名有姓有身份的人 哪怕是面对光明神国 他们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甚至担心光明神国的对抗 直接要来找江巡的麻烦 而现在 他们一个个的 似乎就等着看江巡的笑话 江巡先生 这些混蛋 白千人在这个时候 气得牙痒痒 他知道 这些家伙也拿了江巡 不少的好处的 结果 现在这个时候 居然是这副德行 这让他恨不得把这些家伙给灭了 江巡摇了摇头 不要去管他 现在 咱们就在这里等着 我们打了光明神国的使者 我倒要看看 那些家伙 还会来什么样的报复 说到这里 他直接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那个样子 没有任何计谋 也没有任何计算 就这么光明正大地等着 这狂妄又嚣张的表情 一下子让大帅 都感觉豪气四气 他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想法 作为战神殿最强的人 在曾经有个时候 他也是觉得 自己天下无敌 可以战胜一切 只是后来 面对生活当中 种种的压力 大帅有的时候 还是感觉力不从心 可是现在 江巡这个态度 一下子 让大帅来了精神 让他回忆起了 自己年轻时候的豪气 很好 作为年轻人 就是要这样朝气蓬勃 对自己有足够自信 你放心 有你这句话 这一次你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出事 江巡看了一眼大帅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在你的帅府里面 应该有一个人 现在生命垂危 已经快要死了吧 他这么一说 大帅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没错 就在几天前 他确实在野外 捡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的年龄不大 可是却非常有实力 让大帅看到了希望 只是这个人 伤得实在太重 大帅把那个人 带回府上之后 找了很多的名医 可是实际上 这根本就没有治好 眼看 马上就要死了 大帅都不抱希望了 江巡说道 据我所知 战神殿挑选新的成员 大多数的时候 就是找这种 天赋极佳的人吗 你要想让那个人 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 大帅愣了愣 怎么 真的觉得 你能治得好那个人 第171章 神秘的女人 当然 江巡面对大帅的询问 非常的自信 阎王要你三更死 我敢留人到五更 这个说法 他可不是说说而已 江巡有绝对的自信 可以 不过现在 咱们先解决你的事情 能把你的事情解决好了 然后再说别的 可以吗 大帅现在心里面 还是很紧张 虽然刚才他豪气冲天 可是不管怎么说 对面可是光明神果 那可是一个随便弄一点东西 对于人间的人来说 是改变命运的奇遇 关于这样力量 他怎么能大意 江巡笑着说道 说不定 那个人对于我来说 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大帅听到这话 顿时眼前一亮 你的意思是说 江巡这么一说 大帅突然眼前一亮 他就觉得 那个人的来历非同寻常 只是 凭借战神殿的能力 居然没有查到来历 但是江巡是怎么知道的 江巡并没有说话 有了大帅的许可 他进入大帅帅府深处 来到后院 然后就看到了一处偏房 这个地方 一看就非常隐秘 可是平时 却并没有人居住 江巡也不等大帅带路 就打开了那个房间 然后 在房间的病床上 躺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穿着一身黑衣 那模样看起来 非常的漂亮 身材也很好 只是可惜的是 这个女人现在脸色苍白 气弱油丝 看那样子 好像生命已经非常的微弱了 对于这样一个人 江巡只是微微的皱了皱眉头 拿银针来 大帅在这个时候 这才拿来银针 然后 江巡反应速度很快 飞快地把银针扎在这个女人的身上 没过一会儿 这个女人 就苏醒过来了 你是什么人 这个女人醒过来之后 反应速度很快 看那样子 一看就是警惕性极高的人 只是这个女人 刚刚才准备动弹 结果就突然发现 自己浑身上下的力量 被一种莫名的手段给封住了 身上很多重要的穴道 都插着银针 让她动弹不得 你 你想要干什么 江巡看着这个女人说道 你放心 我对非主动的女人 没有任何兴趣 你只需要回答我几个问题就行了 这个女人思索了一下 随后冷横 回答问题 我回答的问题 对于你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的事情 你知道的多 死的越快 这个女人很显然来历非凡 说话的语气 也非常的特别 哪怕是一旁的大帅 听到了这话之后 也是皱起了眉头 江巡笑嘻嘻的说道 实际上 你碰到大帅的第一时间 我就知道了你的存在 而且 关于你的来历 哪怕是你不说 我也知道的大概 她的语气 非常的坚定 这让大帅 皱起了眉头 小混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你在我的帅府 居然还有卧底 你这小子 不简单呀 大帅说到这里 似乎有些不满 作为战神殿的统领 对于自己的家 那可是非常看重的 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家里面 出什么事情 哪怕是他最看好的人 也不行 江巡笑着说道 你难道不知道 你难道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职业 名叫相师吗 大帅听到这话之后 不由得浑身一颤 作为战神殿的统领 他在大多数时候 实际上是根本就不相信 那些算命的家伙 可是有一次 他却非常离谱 他遇到一个老头 说他即将遇到血光之灾 并且 在那血光之灾当中 有贵人救他 让他死里逃生 对于这个事情 他一开始不相信 可是后来 他却因为遇到袭击 受了重伤 然后被江巡的师父救了命 对于这些 他就半信半疑 而现在 江巡这么一说 让他瞬间就感觉 难道说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相师吗 江巡这么一本正经的样子 让那个女人迟疑了 这个女人愣了愣 我知道 你就是江巡 最近因为一些事情 居然得罪了光明神果 你说 你能给我算到一个人的命运 那么现在 你能算到你自己的命运吗 江巡笑呵呵的 回答的也很干脆 当然 如果连自己的命运 都没有办法算 那么 还怎么算别人的命运 至于你 你应该是光明神果的人吧 大帅听到这话 立刻瞪大了眼 同时做好了战斗准备 光明神果 对于大帅来说 曾经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存在 可是现在 对于大帅来说 就是一个要杀害江巡的组织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意思了 光明神果的人 现在在他的心里面 立刻被列为了敌人 那女人愣了一下 随后 还是点点头 没错 既然如此 你现在后悔救了我吗 江巡笑哈哈的说道 你这话说的 搞得好像 我救了你 是把你当成傻了一样 我告诉你 光明神果 在我的面前啥也不是 我能随便救了你的命 也可以随便取你的命 女人沉默了 小混蛋 现在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处理 你倒是说清楚啊 这个人 到底怎么解决 大帅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对于敌人 特别是明显的敌人 他动起手来 没有丝毫的手软的意思 江巡说道 没关系 这个人 确实是光明神果的人 不过这个人 对于我们来说 有很大的用处 那女人皱起了眉头 你这话 到底是啥意思 莫菲 你因为救了我的命 你就觉得 我会帮你吧 不好意思 我们光明神果的人 不讲究这些 我们光明神果的人 基本上都是冷血无情 对于救命恩人 也是说杀就杀 江巡笑着说道 你说的没错 毕竟 他们觉得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 最强大的存在嘛 需要注意什么 什么都不需要注意 可是 你却不一样 没办法 谁叫你才是光明神果 真正的光明神呢 如果我猜的不错 你叫迪安娜吧 江巡这么一说 把现场的所有人 都给震惊了 不管是大帅 还是这女人 都是如此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迪安娜瞪大了眼 满脸的不可思议 没事 那些人应该来了 咱们先去会会客人 第172章 光明女神 江巡没有说太多废话 直接就转身 来到大帅府外面 果然 在大帅家的外面 这个时候 气氛十分紧张 甚至整个燕京的气氛 都有些紧张 燕京的各大家族 但凡有点能力的 都在积极准备 一副随时备战的样子 不过 到底对付谁 在他们的心里面 却也没有一个底 与此同时 不断地有人看到 在远处的天空 有人凌空飞来 这种可怕的现象 可以说 让无数人 都觉得震惊无比 凌空飞行 在这个地球上 就没有几个人做到 那是传说中的人物 才拥有的能力 对于地球上的 这些大家族的人来说 他们哪怕实力再强 能够一跃月十几米几十米 那就已经算非常不错了 凌空飞行 谁有那个境界 然而 此时从远处 就有不少的人 凌空飞行而来 目标 正是大帅府 这时候 刚刚在大帅府内吃了亏 并且遭到江巡 羞辱了不少大家族的人 此时一个个的 都感觉幸灾乐祸 这些人的心里 非常的特别 光明神国这样的存在 让他们感觉到 从内心的恐惧 从来不敢有任何招惹的意思 可是 像江巡这种同样明显 比他们强的人 他们的心里面 却极度羡慕 甚至恨不得 江巡死无葬身之地 特别是江巡这样的人 在他们面前 还非常的嚣张 这让他们更加怨恨无比 这下子 这个江巡死定了吧 这些人 真的能够凌空飞行 这是传说中的神 才拥有的力量吧 不是神 就是陆地神仙 江巡那个小子 怎么对付得了 管他呢 那个小子 让他装 我倒要看看 在这个时候 那还怎么装便 各大家族 不少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他们一个个的 甚至有一种 大快人心的感觉 而此时 江巡坐在大帅府的主座上 这个位置 除了大帅以外 也就他敢坐了 虽然大帅性格随和 哪怕是有人坐上去 他也不在意什么 但是就是没人敢坐 可是现在 江巡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江巡 就这么大大咧咧地 坐在那里 好像没事人一样 大帅府内的人 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违和 原因很简单 因为江巡在他们的眼里 确实就是战神殿下一届统领 没过多久 光明神国的人 又来到了大殿当中 这一次 光明神国的人 出动的人数也不多 也就十来个人 可是这十多个人 每一个的气息 都非常的强大 而且又能凌空飞行 这可以说 是很多人眼中的陆地神仙 这样的存在 本来不应该 在这个世界上出现 然而此时 却一下子出现了十多个人 在这十多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甚至非常眼熟 没错 这个人就是胡克 胡克 你这家伙 命倒是挺大 胡克站在人群当中 偏后的位置 他听到这话 冷哼了一声 小子 上一次 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不过 我是那么容易死的吗 就那次的仇 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他这么一说 现场的其他光明神国的人 同样也爆发出了 强大的气势 有人打伤了 光明神国的长老 这个事情 对于光明神国来说 本来就是耻辱 所以现在 咱们一起出手 准备为江巡报仇 江巡还是在那把椅子上坐着 那把椅子 好像给了他极大的权威 以至于现在 光明神国的众人 一个个的 感觉自己需要仰视 胡克这时候 也不想多废话 比起上次 他和江巡交手 这一次他很谨慎 先调动起自己全身的力量 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到最佳 上次 那就是因为没有调整状态 突然之间 遭到了江巡的袭击 以至于他差点生死盗销 这时候 他怎么可能继续那么大意 现在 他浑身上下的气势 比上次强大了不止十倍 然后 就见到轰隆一声 他的一拳 依然对准了江巡的头 只是 这一次江巡 仅仅是稍微的认真了一点 然后就抬起一只手 挡住了他的胳膊 江巡此时力大无穷 胡克只感觉 自己的拳头 好像是 打在了一堵墙上面 根本就动弹不得 当然随后 他又发现 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虚无空间 那无论怎么增加力量 好像都没有什么影响 这让他瞪大了眼 他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到底面对的是什么 不错 没有想到 你的本事还是有的 江巡此时 却非常客气 甚至忍不住夸赞 他这话也是真心的 这个叫做胡克的家伙 确实有一套 一般的人 在他的面前 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 江巡的夸赞 却让胡克感觉自己 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他咬了咬牙 臭小子 我承认 你比我强 可是现在 我们光明神国 来了十余位长老 你现在 就凭你一个人 能够对付得了我们正多人吗 光明神国 也没有什么讲究 他们这些人 虽然强大 虽然心高气傲 可是在遇到他们 打不过的人的时候 也会想办法用堂外招 比如现在 这些家伙 就准备一起出手 江巡伸了一个懒腰 那样子 他看起来很不着急 甚至还给自己 倒了一杯茶 有意思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 那我自己 一个人对付你们 也显得对你们不尊重 不如在这个时候 我也找一个人 作为帮手吧 他大大咧咧的 当然光明神国的人 也没有害怕 帮手 臭小子 你真的以为 你多找几个人 就能救得了你了吗 这战神殿内 就算你们所有的战神 全部出动 也就不了你 可是这时 就看到迪安娜推开门 直接走了进来 光明神国的众人 见到了这个人之后 不由地瞪大了眼 不可能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在那样的追杀之下 我不相信 你还能活下来 胡克见到迪安娜之后 满脸的不可思议 第173章 女大三千 原地成仙 你们作为光明神国的成员 居然敢杀害光明神 真是倒反天罡 将寻摸着自己的下巴 脸上浮现出一丝邪笑 你 光明神国的这十几个长老 一个个的瞪大了眼 在这个时候 他们一个个的浑身颤抖 根本就站不起来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神 大帅听到江寻这么一说 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江寻点点头 所谓的神 实际上本质就是强大的人 只不过 这些被称之为神的人 除了强大以外 最关键的是 他们活的时间 十分久远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掌握了一些特别的能力 比如说 利用人们的信仰之力 神通过帮助人类 而人类通过对神祈福 通过这种方式 产生一种信仰之力 这种方式 就跟扶桑国那个野村雄一类似 那这个人 大帅一时间 感觉完全无法接受 这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认知 迪安娜点点头 没错 我确实是光明神 我一直以来 都是靠修炼 还有信仰之力 维持我的状态 可是后来 因为一次天灾 我受了重伤 再加上 现在是末法时代 这个地球上修炼比较困难 因此我的伤一直没有愈合 可是后来 有人找到了我的修炼之所 趁我疏忽大意 袭击了我 并且利用特殊秘书 夺取了我的力量 并且占据了我的神国 迪安娜这么一说 大帅此时也是大吃一惊 没有想到这个人 居然还有这种来历 就在几天前 我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 想要前往光明神国看看 结果没想到 光明神国的人 见到了我之后 继续对我追杀 可是 我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 实在没办法 差点就被他们给杀死了 眼神当中充满了怨恨 相反 胡克长老那几个人 此时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的力量 来自于光明神 而现在 光明神就活生生的在他们面前 并且 现在看上去 状态还非常不错 这是怎么恢复的 胡克在确认了 这个信息之后 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您不要生气 当年 我并没有参与偷袭您的事情 请你一定要放过我 一定要放过我啊 这个家伙 这时候是真的害怕了 在这之前 哪怕是面对江巡 并且被江巡打的浑身骨折 他都没有害怕过 毕竟他觉得 他有手段 能够让自己活过来 可是现在 却不一样了 眼前这位 那可不是 他能抵挡得了的 迪安娜冷笑 你没有偷袭过吗 可是 上次追杀我的时候 你不是追杀的最凶的吗 胡克在光明神国的 众多长老当中 确实不是最强的 可是这个家伙 却是干活最多的 不管是杀人 还是出去恐吓他人 或者做别的事情 他都非常的积极 这下子 这个家伙一时间 说不出话来 只能跪地求饶 可是迪安娜 却没有任何怜悯的意思 他冷笑了一声 随后一巴掌拍下 在那一巴掌之下 带着无尽的火光 胡克直接化作了灰烬 这家伙身边的那几个人 同样都是光明神国的长老 在这个时候 也没有任何客气的意思 纷纷准备出手反抗 然而 在迪安娜面前 这些人真的就是 神和凡人的差距 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这下子 哪怕是大帅 已经完全无法想象的 他见过了 完全超越他认知的力量 解决了这一切之后 迪安娜才回过头 用一种复杂的眼神 看着江巡 没有想到 就凭你 居然就能救我的命 才能让我的实力 恢复大半 江巡听到这话 无奈地说道 你这话是啥意思 看不起我吗 你也不看看 我是什么境界 迪安娜点点头 是啊 看得出来 你的年龄 非常的小 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代 居然还有人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修炼到这种境界 没错 江巡真正的境界 就是传说中的陆地神仙 也就只有迪安娜 能够明白 江巡摆了摆手 说道 废话就少说了 现在 你虽然恢复了 可是 你想要回到光明神国 拿回属于你的一切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怎么样 需不需要帮忙 现在光明神国上上下下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反骨仔 迪安娜回到光明神国 基本上 要把整个光明神国 都得清洗一遍 那是一场 多么可怕的大战啊 迪安娜顿时皱起了眉头 你这个男人 一点情调都没有 亏你还长得那么帅 难道说 我们之间 除了聊正事以外 就不能聊点别的了吗 江巡一听这话 忍不住笑了 聊点别的 我这个人不爱聊天 要不这样 咱们找个酒店 先大战个三天三夜 这样一来 咱们的感情就深了 说到这里 他忍不住看了一眼迪安娜 不得不说 这个迪安娜 长得确实美 确实有气质 要是一般的男人 看到了 恐怕都会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不仅长着绝美的面容 而且那身材 也是相当的完美 腿又白又直 嘖嘖嘖 跟他的师娘差不多 这样的女人 要是能够做他的老婆的话 那感觉 嘖嘖嘖 真正的男人的梦想了 原本江巡 只是想开个玩笑而已 结果没想到 迪安娜稍微考虑了一会之后 说到 可以啊 说实在的 我活了三千年 还从来没见过 这么帅气的男人 也从来没有尝过 男人的滋味 今天 我倒是真想试试 一旁的大帅 目瞪口呆 那个 小混蛋 要不要我帮忙订酒店 也可以 我在那边 还有一栋别墅 环境非常不错 要不你们去那里 江巡摆了摆手 算了 你现在真的还有正事 等你的正事忙完了 咱们倒是可以深入交流交流 切 以后见 迪安娜舔了舔舌头 然后直接在原地 消失不见 小混蛋 真的就这么急吗 这么漂亮的女人 你真没兴趣 大帅这下子 更加目瞪口呆了 你难道没听到吗 人家现在三千多岁了 怕什么 女大三抱金砖 女大三是送江山 那女大三千呢 女大三千 原地呈现 第174章 风雨欲来的感觉 江巡没有理会大帅 当然 处理完了光明神国的事情 江巡则是留在燕京 不得不说 燕京真的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城市 这里 是无数人奋斗的目标 同时 在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居住着多少大家族 华国的多少豪门 都在这里有根基 不过现在 因为光明神国的事情 在燕京很多家族 有修仙背景的人 此时一个个的 都非常的慌乱 江巡一个人 背着手闲逛 然后 冷不丁的 他就碰到了一个熟人 没错 就是唐文西 这家伙 在前不久 还在嘲讽江巡 可是现在 这家伙慌里慌张的 好像正在搬家 同时又在联系 似乎想要出售资产 哥们儿 你这是干嘛 江巡拦住了唐文西 这家伙现在额头上 冒出了无数的汗水 那个样子 非常害怕 唐文西见到江巡之后 皱了皱眉头 你到现在 居然还没事 刚刚 不是有几个光明神国的强者 来找你的麻烦了吗 他觉得不可思议 那几个会凌空飞行的 光明神国的人 没有一个是弱者 唐文西他们唐家 在燕京 也算是一个大家族了 可是 就算是他们家 所有人 加在一起 也不可能是那几个 光明神国的人的对手 江巡探了探手 碰到了呀 不过那几个家伙 还是不行 又被我一顿打发了 在那光明神国里面 应该还有更强的人吧 唐文西冷哼了一声 你这个混账 你到现在 还在嬉皮笑脸呢 我告诉你 不仅你自己死定了 还因为 你这胡作非为 导致我们华国 好多人 都要被你害死了 你这混账 你就是个罪人 这家伙说到这里 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 不过 他却不敢动手 因为打不过吗 江巡一听这话 顿时就笑了 你这啥意思 就算是我得罪了光明神国 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吧 你们这是准备去哪 唐文西冷哼 跟我们没关系 这个事情 那你自己去跟 光明神国的人解释 看看人家相不相信 人家只认为 你是一个华国人 你这样招惹人家 人家的报复 一定会是所有的华国修士 我们都要被你害惨了 这家伙摸了摸额头上的汗水 同时 他在不停地打电话 你们这是在干嘛 好好的 这么多家产 卖掉干什么 江巡听了一会之后 算是明白这家伙 到底在干什么了 我们唐家 惹不起 但是躲得起 你这混账 因为你 迟早整个华国的修士 都会遭到报复 我先把家产处理一下 然后到深山老林 躲几年再出来 唐文西说话的时候 依然是咬牙切齿的模样 他的心里面很恨 因为在他看来 他们这一次 如果贱卖家产 那么损失会非常大 而这一切 都是江巡带来的 江巡一听这话 一阵无语 至于吗 那光明神国 我已经跟他们交手这么多次了 他们也不过如此吗 他一脸的无奈 你们何必这样呢 唐文西一副看傻子的模样 小子 你不会以为 你稍微能打一点 我真的以为你天下无敌 能够对付光明神国了吧 江巡贪了贪手 那不然呢 唐文西一副关爱智障的模样 废话 光明神国 他们的长老 只是他们最基本的管理员而已 在他们的长老上面 还有大长老 还有各种神国职务 最关键的是 在光明神国 还有真正的光明神 那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就凭你 能够对付得了他们吗 唐文西依然咬着牙 不停地联系着 江巡看着这家伙这着急的样子 说道 话说 你们这是要贱卖家产吗 既然是这样的话 要不贱卖给我好了 我那个盛世集团 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你 唐文西看了一眼江巡 说实话 他是真的有点心动了 他们唐家 不管怎么说 也是燕京的大家族 他们家族的产业 哪怕是贱卖 那价值 也是相当恐怖的 还真的没有哪个势力 能够买下来 反正现在 他是想着 能收回一点钱 收回一点钱 为的是 让他们全家人保命 等到风头过去之后 再拿着钱出来东山再起 毕竟 他们家族有强者 东山再起 还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 想到要让江巡 这家伙占便宜 唐文西的心里面 又莫名觉得不爽 很简单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的心里面 总是看不起江巡 没办法 江巡这个人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也就最近这几个月 突然冒出来的新贵而已 他看不上 因此 他咬了咬牙 不行 不卖 我就算是亏死 也不卖给你 江巡点点头 并没有多废话 只是在他嘴角 浮现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然后 他就走远了 江巡先上 结果没过一会儿 他又遇到了白千任 白千任是白家的年轻的天才 实际上年龄比他还要大一点 可是现在对他 却是恭恭敬敬的 没办法 谁叫江巡对他们白家来说 可以说是恩仲如山呢 小八 什么事 白千任看了一眼江巡 是这样的 最近整个燕京 好多大家族 现在似乎都有些恐慌 毕竟 光明神国的那些人 他们如果真的大规模出动的话 一定会伤及无辜的 我们家老爷子 专门让我来找你 问问你怎么办 江巡笑着说道 放心吧 啥事也没有 光明神国的人 这个时候 应该不会再来这里呢 光明神国 现在正在内乱呢 一群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二五载 暗算了光明神 掌握了光明神国 而现在 真正的光明女神 恢复实力 正在光明神国这个组织里 上演逆天归来 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的戏码 在这样的情况下 哪里还有功夫来华国搞事情 白千任一脸难以置信 这个样吗 可是我看到 好多实力 强大的大家族 都在处理资产 据说想要找个地方 躲避风头呢 第175章 准备发财 白千任一脸紧张 这家伙 紧张兮兮的看着江巡 那个样子 已经把江巡当做了唯一的救星了 那是好事啊 你们白家 不是最近 才发展起来吗 现在正是你们白家扩充产业的时候啊 白千任一听这话 顿时眼前一亮 燕京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财富聚集地 各大家族的竞争 也非常的激烈 说实在的 看着那些资产 白千任实际上也是很心动的 只不过 暴风雨即将来临 他也害怕而已 江巡先生 光明神国真的不会对我们华国 造成什么影响吗 特别是我们这些大家族 江巡笑着说道 放心吧 另外你们家 有什么友好的家族 都可以联合起来 这是发财的时候啊 白千任陷入了沉思 不过这家伙 现在心里面虽然害怕 但是他 还是下意识地相信江巡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 江巡确实是一个 能够创造奇迹的男人 等着吧 过两天还会出大事 江巡的嘴角上扬 那个样子 好像是一切 竟在掌握中一样 你 对了 我们家老爷子 想请你一起去吃个饭 你看如何 江巡寻思着 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 于是点点头 与此同时 在世界各地 光明神国的各个总坛 都在不断地发生大事 光明女神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长得漂亮 而且身材又好的妹子 可是实际上 动起手来 那可以说是杀伐果断 毫不留情 但凡是伤害过她 暗算过她 背叛过她的人 不管是什么人 不管什么境界 也不管什么地位 下场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光明神发怒 在世界各地 都在不断地显现 各种天地异象 天空中时不时地雷电闪闪 风起云涌 那种诡异的现象 让世界各地 各种异能者 还有修仙者 都完全看不明白 在燕京 各大家族 稍微有点见识的人 见到了这些之后 却感觉脸色发白 同时心里发亮 光明神发怒了 果然 这下子光明神 彻底被惹怒了 都怪那个江巡 江巡那个混账 不得好死 特别是当初 大帅邀请过的那些人 他们的家族 光明神都害怕得要死 现在 见到这种天地异象之后 便是瑟瑟发抖 面对这种情况 他们一个个的 恨不得立刻揪集人马 一起联手 把江巡抓起来 然后交给光明神处置 只是可惜的是 江巡也实在太强 当初在大帅府 江巡一个人紧紧一招 甚至没有费什么力气 就打退了几十个人的进攻 这让他们心有余悸 对付不了江巡 更加害怕光明神国迁怒 燕京这些大家族的人 现在一个个的 都恐惧到了极点 惹不起 只能躲了 把家族产业卖了 然后躲到深山老林当中 光明神国的人 来找江巡的麻烦的时候 确实会迁怒于其他人 但是他们肯定 不会找到深山老林中 特别是唐文西 这个家伙现在愁眉苦脸的 毕竟他也算是一个 德高望重的人 他家族产业很多 现在传说中的光明神 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燕京 他生怕晚一步 就跑不掉了 于是 他匆匆忙忙的 给江巡打了一个电话 此时的江巡 正在白家 白家老爷子 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了 可是这个时候 同样对江巡非常恭敬 老爷子在江巡面前 依然坚持称呼自己为学生 这让江巡有些哭笑不得 同时 白家老爷子孙女白盈盈 在这个时候 也在一旁 白盈盈长得腹白貌美 同时不停地对着江巡眨眨眼睛 那挑逗的眼神 不言而喻 然而正在这时 江巡却收到了唐文西等电话 唐文西 你这是啥时候 有我的电话的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此时的唐文西 心里面恨的牙痒痒 可是 他还是勉强 稳住自己的心中的怒火 勉强笑着说道 是这样的 江巡先生 你不是说你有钱 能够说过我们唐家的资产吗 江巡故意把声音放大 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过 他却并没有答应 相反 他的嘴里面一边嚼着 一边含糊气词地说道 这个啊 不着急 我现在 正在跟我的朋友们吃饭呢 要不 等这个宴会结束了 再说 你看如何 唐文西这个时候 尴尬 他们家那么多产业 哪怕是贱卖 能够买得起的 有几个 当然只有盛氏集团 他虽然没有见过盛氏集团 但是他也是听说过的 那是一个 从东海市开始崛起的庞大公司 公司的规模 现在已经涉及到整个华国各地 甚至在外国很多国家 都有业务 资产极其丰富 并且盛氏集团 在前段时间还卖仙草 那可都是超级有钱的人 才会玩的东西 现在在江巡的手里面 有多少钱啊 唐文西心里面去砰砰直跳 宴会 你们这个宴会多长时间才能结束啊 他小心翼翼的问道 这我就说不清楚了 我都说了 都是朋友聚会 也不算是什么正式的宴会 大家边吃边聊 可能几个小时也就好了 唐文西再一次气得牙痒痒 现在世界各地 各种天地异象 那恐怖的场景 让他害怕到了极点 那可是光明神 人家要来华国 可能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现在唐文西只想跑路 一刻也等不了 这让他等几个小时 他还不得废掉啊 这家伙咬了咬牙 随后陪笑着说道 江巡先生 我家的那些资产 我就想多多少少地回收一点资金 能回收多少就多少 你看 你能给个方便吗 江巡迟疑了一下 这 唐文西一边咬牙 一边强迫自己 尽可能地诚恳 你放心 我们家的资产 绝对非常好 你要是真的能够对抗光明神 买到了 你至少能赚二十倍以上 这家伙现在 害怕到了极点 他已经什么都管不了了 江巡这个时候 还勉为其难地说道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让盛世集团在燕京的财务负责人 是大冤种 唐文西得到了江巡的答应之后 他的心里面 那叫一个兴奋 他立刻催促 让江巡马上找人去签合同 免得江巡后悔 同时 他的心里面也在冷笑 江巡呀 江巡 你这个家伙 实在是太胆大包天了 等到光明女神来了之后 你连命都没有了 还在那里想着发财呢 至于老子的资产 到时候都会被夷为平地吧 对于光明神的实力 有多强 别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是唐文西确实知道的 据说 那个恐怖的女人真正发起火来 随便一招就能把一栋高楼大厦 完全夷为平地 到时候 江巡这个混小子 花的这些钱 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想到这里 唐文西顿时笑出了声 结果江巡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合作愉快啊 对了 你不是还有那么多朋友 要见卖资产吗 要不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江巡这么一说 唐文西顿时大吃一惊 他瞪大了眼 你 你有这么大的能耐 你那个盛世集团 有这么多钱吗 他那一伙之人 人数可不少 当初去大帅府上 找江巡麻烦的那些代表 都有三十多个 那代表着三十多个燕京的家族 江巡笑着说道 在我盛世集团 自然没有那么多现金 可是 你有那么多朋友 我难道就不能有朋友吗 唐文西他们那一伙人 当初就想着 要把江巡抓起来 交给光明神果 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 可以说都是奇葩 唐文西愣了愣 在他的嘴角 浮现出了一个笑容 原来如此 既然是这样 那我现在马上联系 挂了电话之后 哈哈大笑起来 江巡呀江巡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渊大头呀 不仅你自己当渊大头 还要忽悠白家那些人 一起当渊大头 哈哈 这家伙现在非常积极 他为了防止这些渊大头变卦 于是他马上联系 他们的那些朋友 这个家伙 对光明神果怕的要死 当然他的那些狐朋狗友 跟他的性格一样的 因此现在 都是提心吊胆的 这是一笔史无前例的交易 在华国的历史上 从来就没有过 可是现在 因为一个光明神果的事情 就这么完成了 白家 原本在燕京 只是一个二流家族 因为白家老爷子 跟着江巡学会了长城诀 实力大幅度提升 因为家族强者的实力提升 导致整个家族的地位 也得到了提升 而现在 资产又一下子扩充了两倍 现在可以说 在整个燕京 真的进一步迈入豪门 不过现在 整个燕京 依然愁云密布 因为世界各地 各种异象纷飞 这些怪异的现象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们都知道 这是传说中的 陆地神仙出现的场景 当然也有人说 这是这颗星球 要发生变化了 灵气复苏 这个字眼 也不断地出现在个人眼前 灵气复苏 顾名思义 就是这颗星球上 会重新出现大量的灵气 到了那个时候 地球上的人 又会像上古时期一样 重新开始尝试修炼 与此同时 各个隐藏的大人物 还有一些可怕的生物 也有可能苏醒 当然 对于这些事情 众人都没有一个准则 都在纷纷猜测 唯独唐文希 这个家伙 现在还是没怎么甘心 他把他的全家 都转移到深山老林 可是他自己 此时却乔装打扮 装作一个普通人 继续留在燕京 江徐 你这臭小子 你把我们家害得这么惨 现在我要亲眼看着 你在光明神面前 灰飞烟灭的样子 还别说 这个家伙心里面 刚刚才这么想 然后他就突然感觉 原本万里晴空 突然之间乌云密布 整个天空 都被乌云遮住了 从远处 传来一道五彩霞光 而在那五彩霞光当中 有一个人 那是一个看起来绝美的女人 腹白貌美 身材也极其完美 任何一个男人看到了 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这也很正常 好色本是男人的本性 可是 面对这样一个女人 整个燕京 那些有实力的男人 却根本不敢多看一眼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女人 就是传说中的光明女神 别看光明女神长得这么美 可是实际上 杀法果断 凡是惹到了她的人 每一个都死得很惨 这种传说 可以说根深蒂骨 谁不害怕 江徐呀 江徐 你看看 你自以为你厉害 可是你在光明女神面前 你算什么 你在光明女神面前 也就是一只蝼蚁而已 躲在人群当中 看到了光明女神的样子之后 唐文西立刻躲开了眼睛 与此同时 在她的心里面 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光明女神这次来 肯定就是来找江徐的了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果然 光明女神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飞过燕京的上空 前往了大帅府 因为现在 江徐就在大帅府 来了 光明女神一到来 整个燕京 不知道多少人的心思 都极其复杂 那些前面恨不得 江徐死的家伙 在这个时候 都在慢慢的期待着 他们最想看到的 就是江徐横尸街头 在他们看来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意外 江徐再怎么厉害 还能对抗得了陆地神仙不成 当然 白家等人 跟着江徐 一起得到了不少好处的人 他们的心 则是砰砰直跳 非常的担忧 虽然江徐反复跟他们强调 绝对没有什么事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谁会相信呢 很快 光明女神就来到了大帅府 来了 此时的江徐 正带着白家等人 一起在大帅府 没办法 这是白家要求的 也就只有在大帅府 一起商量对策 他们才感觉安心 江徐就这么一句 简单的来了 让所有的人都梦了 这是什么意思 而此时 迪安娜的眼神当中 却带着一丝忧悦 你这家伙 你说不帮我 结果就真的不帮 害得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才把事情解决 江徐点点头 没办法 我这边不是也有事吗 话说 你现在来这里干嘛 迪安娜眨了眨眼 还能干吗 前面不是说了吗 咱们去酒店开个房间 然后深入交流 第177章 好主动的女神 迪安娜对江徐是真的很感兴趣 她活了三千多岁 可是却一直以来 从来没有遇到一个 让自己心动 同时又和自己同级的男人 她以前遇到的男人 要么在自己面前是弱鸡 要么就是长得奇丑无比的老头 乃像江徐这样 又这么年轻 长得又这么帅 没有经历过爱情的迪安娜 现在的要求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谈什么爱情 直接去酒店 深入交流几次 感情就深了 在迪安娜看来 这就是真理 可是迪安娜这话 却让现场各大家族的人 一个个的都感觉不可思议 他们这些大家族的人 一个个的有钱有势 而且因为修炼 所以长得也很帅气 很有气质 非常逃女人喜欢 因此 他们这些人 实际上每一个人 都经历过不少的风流事 然而 哪怕是如此 想如此简单直接 还是女人主动的事情 他们以前的时候 还真没见过 最关键的是 这个女人还不是一般的女人 这TMD是光明女神 现场的众人 一个个的都羡慕无比 果然 要论真正强大的男人 还得是江巡呀 以白家为首的这些家族的代表 一个个的 心里面都非常激动 还好 他们跟江巡是朋友 同时 他们心里面的担心 也立刻消失了 在这之前 他们一直担心 传说中的光明神 降临燕京 不仅要杀了江巡 而且还要来个迁怒 在燕京造成巨大的灾难 毁掉无数人的产业 现在到好了 这两个人都准备去酒店厮杀了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还会有别的事情 大帅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两位 我前面已经说了 酒店那种地方实际上不怎么安全 特别是现在 有很多猥琐的家伙 偷偷地在酒店放射箱头什么的 到时候传出去了 可就不好了 这样 我在云湖那边有一栋别墅 环境非常好 装修得也非常精致 要不 我送给你们两位了 迪安娜愣了愣 最后点了点头 也好 说实在的 迪安娜虽然实力强大 可是实际上 她大多数时候 都是在洞府里面修炼 毕竟 现在这个世界 工业污染太严重 在城市里面 有灵气的地方不多 想要修炼 大多数时候 都是在人际罕至的地方 在人际罕至的地方 能有什么好的住宿条件 因此 别墅这种东西 对于迪安娜来说 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进入了别墅之后 迪安娜看着江巡 上次 你用那银针帮我打通经脉 让我感觉非常不错 可是现在 我却发现 我的状态 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你的银针 能不能现在帮我治疗一番 江巡看着迪安娜 不行 现在你的伤势 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想要进一步恢复的话 得用别的办法 迪安娜把江巡推在床上 是吧 什么办法 江巡看了一眼 迪安娜胸前 按摩呀 我还懂得一手按摩术 能够快速恢复血气 这可不是什么人 不能享受得到的哟 按摩治疗法 这套手法 是她师娘传授给她的 当然 当然 她现在才觉得 她师娘之所以要传授她这个 主要还是因为师父那老头 在五年前消失了 师娘这几年 确实寂寞 迪安娜点点头 随后脱去了自己的外套 来吧 你要是按摩得舒服了 我会给你奖励 江巡也不客气 她的按摩手法 自然非常好 既能治病 又能疗伤 而且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迪安娜闭上眼睛 只感觉浑身上下 每一个细胞 都非常的舒服 当然 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暧昧 于是 江巡没有任何客气的意思 两个人来了一个非常爽的深入交流 与此同时 在燕京各地 各大家族 不管是跟江巡有矛盾的 还是跟江巡关系比较好的家族 此时此刻都在紧张兮兮的等待着 他们在等待那一场大战 没错 那些跟江巡有矛盾的家族 当然是希望江巡被光明声给打死 当然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他们也知道 江巡这个人 性格可是非常倔强 不仅性格倔强 最关键的是 天不怕地不怕 面对什么人都敢出手 所以现在两个人见面了之后 肯定会大打出手 他们都在等待着 等待江巡和光明神大战一场 然后江巡被打趴下 最后横尸街头 只是 光明神来的时候 气势汹汹 可是进了大帅府 却没有多大的动静 甚至整整一晚上过去了 整个燕京依然是风平浪静 好像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特别是到了第二天中午 万里晴空 唐文西皱着眉头 不应该啊 怎么会这样 难道说 江巡那个小子 直接被秒杀了 然后 光明女神现在心情好 并没有做其他的破坏 这让唐文西感觉有些难受 他还在想着 让江巡那小子 重金买去的资产 全部移为平地了 当然 现在这样也好 盛世集团虽然强大 可是没了江巡之后 盛世集团不管怎么说 也就是一个大公司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 唐文西突然有了一个 非常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收回他们唐家的资产 想到了这种可能之后 他的内心砰砰直跳 毕竟 盛世集团算什么 现在这个年头 有钱势力大 虽然有的时候 很管用 可是 面对战斗力强大的修仙家族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正好 他们唐家 就是战斗力强大的修仙家族 现在他们唐家 连金丹修士都有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想到这里 甚至在他的脑海当中 已经产生了好几个 夺回自己的资产的计划了 然而正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手机上 弹出了一个新闻 光明神和江巡握手言和 在这之前 光明神国和江巡的矛盾 到此为止 这个新闻 自然是江巡和迪安娜两个人 利用盛世集团掌握的人 发出来的消息 这下子 整个燕京 再一次变得热闹起来 特别是唐文西 这家伙 直接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什么情况 江巡没死 光明神居然和江巡 想到这里 他心中刚刚的计划 瞬间破产 他的面如死灰 第178章 唐文西的怨恨 唐文西这家伙 现在愤怒无比 可是实际上 他的那些朋友 也就是前面 他联合起来准备抓住江巡 送给光明神国的那些人 一个个的 同样也是一口老血 毕竟 就在昨天 他们还在贱卖资产 准备躲起来呢 结果现在 江巡和光明女神和解了 这是一个什么说法 怎么办 这些人 全部集合起来 商量办法 不行 这个事情 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们现在 就去找江巡算账 可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那个江巡 好像和光明女神 关系很好来着 说不定 人家就是 联合在一起唱双簧 专门骗我们来着 唐文西那些朋友 现在一个个的 都恨得咬牙切齿 可是他们的脸色 却非常难看 因为他们这些人 对于光明神国 是真的害怕 唐文西冷哼了一声 光明女神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我们也惹不起 可是江巡那小子 他算什么东西 我相信 我们这些人 一起去给他压烈 我就不相信你 他真的敢跟我们 这么多人硬碰硬 唐文西咬了咬牙 他们这三十多个家族 里面的人 可不少 各种人物也多 因此这家伙 突然之间又来了自信 没错 光明女神 在他的眼中 始终是高高在上 不可招惹的 可是江巡算什么 哪怕江巡本事再大 也只不过是一个华国人 而且还是一个 跟他接触了很长时间 在他看来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的人 江巡在他眼中 不过是一个晚辈而已 他的心理上 看不起江巡 可是 正在他们讨论 到底该怎么对付江巡的时候 忽然在他们门外 走进来一个人 这个人 穿着一身黑袍 手里拿着镰刀 那样子看上去 像是传说中的死神一般 唐文西他们几个人 都是吓了一跳 你是什么人 他赶紧起来 说话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了 他们虽然做好了 战斗的准备 可是却根本就没有 任何动手的勇气 那个穿着黑袍的人 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是死神 你们 现在准备对付江巡 还有那个光明神吗 唐文西犹豫了一下 不过随后 他还是点了点头 因为直觉告诉他 眼前这个黑袍怪 绝对不简单 是的 这位先生 莫非你也是和那个江巡 有仇的人吗 既然如此 那么这一次 我们倒是可以联手 那个黑袍人说道 我对江巡手中的那块玉佩 非常的感兴趣 不过 我直接动手 他们警惕性很高 所以 我需要你帮忙 唐文西一听这话 顿时眼前一亮 现在 他最想做的是 情是什么 当然就是让江巡倒大煤 最好死无葬身之地 然后他就可以拿回 属于自己的一切 可是现在 他正在发愁 打不过江巡了 现在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这位先生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你放心 如果拿到那块玉佩 我一定送给先生 唐文西对江巡手中的那块玉佩 倒是没有多大的兴趣 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他明白 他自己拿到 也守不住 相反 眼前这个黑袍人 一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要是能够抱上这个大腿 在他看来绝对不简单 黑袍也没有废话 只见他拿出一块黑色的木牌 递给了唐文西 你需要做的事情 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把这块木牌 放在江巡住所的附近 就可以了 黑袍说到这里 眼神当中 闪过一丝脚狭的眼神 没错 这个自称死神的男人 虽然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死神 但是他拥有的能力 也是相当的可怕 他拥有诅咒术 没错 他只需要把诅咒 写在一块木牌上 并且把那块木牌 放在木标的附近 只需要一晚上的时间 他在木牌上写什么 那么 木标就会遭遇什么事情 这也是异能的一种 唐文西这家伙 立刻接过木牌 点了点头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只是真要把这个东西 放在江巡附近 这让唐文西又有些为难了 现在江巡在什么地方 他都不知道 没办法 他决定去大帅府那里看看 毕竟在燕京 和江巡关系最好的人 不是大帅 就是白家那些人了 然而 当他路过一个服装店的时候 他却惊呆了 因为在服装店里面 有两个他看起来很眼熟的人 其中一个自然是江巡 江巡的长相 本来就比较帅气 再加上修仙的境界比较高 所以整个人非常有气质 熟悉他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他来 另外一个女人 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美 实在是太美了 当然 不认识的人 只会有这样的感觉 而认识的人 则会更加吃惊 这个人 不就是光明女神吗 而此时 唐文西这个家伙 更是看到了一个 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场面 因为江巡给迪安娜 买了一套衣服 白色的短袖衬衫 黑色的短裙 迪安娜本来就长得很漂亮 在这个时候 穿上了这样一身 可以说就更加诱人了 只是 作为一个传说中的神 穿这样的衣服 那就有点 唐文西瞪大了眼 他忽然发现 自己终于明白 为什么江巡和光明神国的事情 会这么容易化解了 原来 这光明女神 跟江巡好伤了 唐文西顿 实际的一口老血 果然 色字头上一把刀呀 男人女人 都是如此 这个江巡 不就长得帅一点吗 不就有气质一点吗 居然把光明神 都迷得神魂颠倒 气死我也 这两个人 果然是联合起来 骗了我们 把我们骗得那么惨 唐文西想到这里 越想越气 并且 看到迪安娜这样子 甚至在她心里面 那个高高在上 绝对无法挑战的存在 形象也一下子崩塌 在这时候 她的心里面 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一定要让江巡死 无葬身之地 一定的 第179章 诅咒之力 江巡和迪安娜 买好了衣服之后 回到了别墅 可是突然间 江巡却发现 似乎有人 在跟着自己 怎么回事 她来到别墅的附近 在一面墙上 看到了一块黑色的木牌 这是什么 迪安娜看到这黑色木牌之后 皱起了眉头 她能够明显感受到 在这块黑色木牌上面 似乎隐隐约约的 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江巡拿起木牌 仔细看了一会儿之后 这是一个诅咒符 什么 诅咒符里面下的诅咒 不过对方 想要我死的话 直接弄死 我得了呗 居然给我下眉月 有意思 江巡拿起那块木牌 很快就看清楚了 木牌上面的文字 不得不说 她真的佩服她的师父 她的师父 可以说是 学会了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技术 包括华国的悬门各种能力 同样也包括其他一些 歪门邪道的异能 巫术等等 江巡也是花了好几年 才学会的 她拿起那块木牌 稍微的改了一下 木牌上面的文字 特别是木牌上面的名字 她改了一下 改成了唐文西 然后 她又重新放回去了 这样就好了 迪安娜感到很是惊讶 江巡点点头 当然 这种技术 在外国 有些地方叫做诅咒术 当然 在华国古代 叫做验圣术 而且验圣术 实际上比这些诅咒术 更加高明 迪安娜点点头 我活了这么久 对于华国很多 很高明的法术 也听说过 只是可惜的是 我曾经尝试学习 可是却没法学会 江巡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这不废话吗 验圣术 是那么好学的吗 在古往今来 确实有不少人 都是喜欢弄个纸人 然后在上面 写下对方的名字 或者什么生辰八字之类的 以为这样就能把别人怎么着 可是实际上 这当中的学问大着呢 最关键的是 确实不能随便使用 不过嘛 别人诅咒她 那么她以奇人之道 还是奇人之身 也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 还要做什么 江巡笑着说道 不做什么 你看 今天你穿得这么好看 要不就在别墅里面 咱们那啥 迪安娜一听这话 顿时眼前一亮 真的吗 她对于江巡 现在是真的非常喜欢 最关键的是 两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她总觉得非常奇妙 你在想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说 你穿得这么漂亮 拍几张写真照呀 留着做纪念 与此同时 唐文西这家伙 已经回到了 自己的临时住所 在这之前 这家伙为了逃难 因为担心在燕京 会爆发大战 导致她在燕京的一切 被毁掉 因此 她连自家住的别墅 都卖掉了 而现在 她只能租了一套房子 临时住着 虽然这套房子 对于普通人来说 实际上已经非常不错了 可是这个家伙 却根本就不满意 想到这里 她对江巡 可以说是相当的怨恨 回到家里 她一家人 就上来询问情况 怎么样 那个江巡 怎么样 唐文西笑着说道 放心吧 那个江巡 接下来 就会倒霉了 她修炼的时候 会走火入魔 喝水 会被呛到喉咙 出门 就会被车撞 总之 她完了 这家伙哈哈一笑 随后 她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作为一个长期修炼的人 现在 她对修炼的积极性 更加强烈 没办法 原本她没有积极性的时候 是因为她在燕京 已经算是顶级强者了 在那个时候 没有几个人 能够对付得了她 因此她非常自满 可是现在 面对江巡这样的人 她突然发现 自己还是差得老远 需要努力修炼 她盘坐在一起 开始运转 自己早就修炼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一套功法 对于这个 她轻车熟路 只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她修炼的时候 突然感觉 自己好像运转出现错误 她也是这么想 就越觉得不对劲 然后冷不叮的 她吐了一口鲜血 她感觉浑身上下 突然间如同撕裂一般的疼痛 啊 作为一个在家族里面 算是德高望重的人 在这个时候 她却非常不讲究的 发出了一声惨叫 这下子 她全家人都被惊动了 然后 就看到这老头 在地上不停地打滚 那痛苦的模样 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 在燕镜一个黑暗的角落 一个穿着黑袍的人 手里面捧着一颗珠子 那颗珠子 也是一件特殊的法宝 此时 通过那颗珠子 她能够看到 现在江巡别墅里的情况 而此时 江巡依然还在开开心心地 跟迪安娜一起拍写真照 迪安娜现在 打扮得非常漂亮 再加上本来就完美的身材和容颜 拍一张张照片拍出来 可以说是相当的漂亮 只是江巡 一直都是好端端的 完全没有要出事的情况 黑袍皱了皱眉头 她现在 感觉非常生气 因为原来光明神国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她的手下 她千辛万苦培养出来 掌控光明神国 偷偷窃取迪安娜的力量 而她作为幕后人 日子过得相当舒服 可是江巡 却治好了迪安娜 并且让迪安娜 把整个光明神国 上上下下全部清洗了一遍 把她的手下都全杀光了 这让她很生气 因此 她恨不得江巡 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现在 江巡还活蹦乱跳的 并且还和美女 在一起寻欢作乐 这让她怎么不生气 难道说 因为江巡这个小子 境界实在太高 所以一般的诅咒 对她没有什么用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只好加大力度了 黑袍人冷笑了一声 不过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江巡啊江巡 看我的 她盘坐在那里 默念咒语 而另外一边 随着她不停地念咒语 唐文西这家伙 遇到的各种诡异的事情 也越来越多 原本 这个家伙只是修炼出错 然后莫名地受了伤 可是 差不多几个小时之后 这家伙气喘吁吁地趴在地上 她整个人基本上已经废掉了 不仅失去了能力 最关键的是 她的下半辈子 只能躺在床上生活了 第180章 回东海 什么 你不在这里多待几天 现在 就要回东海了 在别墅里面 江巡跟迪安娜拍下几张照片 然后就准备道别了 怎么 你对燕京这么感兴趣吗 这个地方 也不是你的家 江巡看到迪安娜的反应 倒是很意外 迪安娜看着这栋别墅 很是喜欢 这个地方 我很喜欢吗 所以 我就总感觉 这个地方 是我的家 江巡笑着说道 现在燕京这边的问题 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我总感觉 你在东海那边 可能有事要发生 迪安娜撇了撇嘴 好吧 既然你要走 那你就走吧 不过 我得在这里多住几天 等我想你了 就去找你 他也不强流 江巡正准备出发 结果这个时候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居然是他的大师姐 沐青城 小混蛋 你现在怎么样 死了没有 江巡一听这话 说道 大师姐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沐青城贴了撇嘴 我不是担心你吗 那么多人 想要你死 你去了那么久 又一个消息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办 江巡说道 放心吧 你也不看看 你师弟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会死 沐青城叹了一口气 好吧 你那边没事 那就赶紧回来 你再不回来 东海这边 就要出大事了 江巡皱眉 在东海 他可以说威名远扬 在这时候 怎么可能出事 现在 在整个东海 不管是什么人 听到盛氏集团 基本上都是恭恭敬敬的 毕竟 他不仅强大 而且也是讲道理的 而且还乐于助人 在这个世上 这么好的公司 还有几个 谁能不尊敬 沐青城冷哼的一声说道 最近这几天 来了好多的人 那些家伙 那些家伙 看上去年龄都很大 据说都是一些 长期闭关的大佬 沐青城解释了一番 在他们 这颗星球上 特别是华国 真的不缺厉害的人 只不过是现在 天地进入了末法时代 没办法修炼 所以 很多强大的人物 都折服了起来 不和外面联系 可是江巡大规模的 卖仙草 这个事情 影响实在太大了 在一方面 确实笼摸了不少人 现在在华国 甚至在全世界 把江巡当朋友看待的人 可不少 江巡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虽然他的敌人不少 可是尊敬他的人 得更多 然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同样也惊动了 那些折服的强者 现在 有人跑到东海市来 想要抢买抢卖 我知道了 一旁的迪安娜 本来就在因为 江巡即将离开的事情 感到有点伤心 这下子 他一听这话 好像更加着急了 很显然 这个问题很大 怎么样 出什么事了 需要我帮忙吗 江巡摇头 不用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能解决 让你帮忙 算什么事 迪安娜撇了撇嘴 你这家伙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自尊的 好吧 你去吧 我再睡一会儿 江巡也没有废话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 前往东海 东海市现在 可是非常热闹 因为 东海市的众人 发现在天空当中 居然有几道人影 那些家伙 漂浮在云层当中 看上去好像是腾云驾雾 就像是传说中的神仙一般 这个模样 可以说 把整个东海市的人 都惊呆了 网络上 也在疯狂的传世 平和照片 我的天 在这个世界上 居然真的有神仙 那些电视剧 还有那些小说里面 写的那些神仙 原来都是真的 我的天啊 看到了奇观 现在 在全国各地 都有不少人 看到了这个奇观 不知道多少人 都在赞叹 毕竟 这可是现代社会 科技发达的时代 在大多数时候 咱们是根本不相信这些的 哪怕是修仙者 大多数时候 不是非常低调 并不在人群 特别展现自己的能力 可是现在 这些漂在空中的家伙 却给人极大的震撼 不可能吧 或许 这仅仅是什么人 在用科技 看一种很新的电影 现在 这科技发达了 什么事情做不到 没错没错 当然 这个时候 大多数的人怎么想 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漂在空中的人 现在看着下方的 盛世集团的总部 现在他们一个个的 感到非常惊讶 没有想到 在这样的一个 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面 居然还有灵气 如此充裕的地方 这个地方 是人建立的吧 没有想到 在这城市当中 能够建立起 这样强大的法阵 不得不说 这个人确实是个人才 在天空中的那几个人 都在纷纷的讨论着 最开始 是有一个老道人 发现了这里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这里 这些家伙 高高在上 真的如同神仙一般 不过 正在这时 他们突然感受到了 一股强大的压力 没错 那股强大的压力 来自于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 看起来很帅 同样也有气质 年轻人来到 盛世集团门口 天上的那些人 你们在天上飘着干什么 在那里装神仙吗 有什么事情 就下来慢慢说 江巡一句话 就让天上这些人 一个个的皱起了眉头 他们很是愤怒 因为江巡这样一个 他们以前从来 没有听说过的年轻人 这个时候 跟他们说话的语气 非常的不客气 这对他们很不尊重 没错 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 虽然现在 在整个华国 好像已经没有 多少人讨论他们的 可是这些人 确实留下了很多传说的 比如 传说中独孤见圣的传人 独孤雄 再比如 号称天涯一见的李天涯 再比如 这些人 有的人留下了 比较好的名声 也有的臭名昭著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是有传说的 只是因为近些年来 这个世界上灵气稀薄 以至于他们没办法修炼 所以折服了起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是活了很多岁数的人 心高气傲 并没有把下面那个年轻人 放在眼里 因此 一道声音传下 年轻人 你可知罪 第181章 强者出山 什么玩意儿 我有什么罪 我再说一句 你们有什么话 直接下来说 别让我上去 把你们扔下来 将寻一副无聊的样子 他却实惠飞行 而且还可以凌空飞行 但是在大多数时候 他从来不暴露在普通人面前 毕竟 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好处 可是这并不表示 他没那个能力 相反 现在这些家伙 一个个的飞起来 这么骄傲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们真的是什么大人物呢 大胆 江寻这么一说 天上的那几个人当中 李天牙瞬间就忍不住了 这个家伙 在几百年前 可是纵横天下的 虽然那个时候 他的名声就不好 但是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 以至于他心高气傲 而现在 他折服了这么多年之后 居然有人敢挑战他 这让他怎么能忍 只见天空上 闪过一个岛身影 随后 他手中的一把剑 就已经来到了江寻面前 那速度快得超乎想象 可是 让他没想到的是 江寻原本看上去毫无反应 而就在他的剑 快要刺到江寻的时候 江寻突然动手了 没错 只见他随手伸出两根手指 就拿捏住了那把剑 李天牙瞬间就感觉 自己的剑 再也无法动弹 他的眉头一皱 很显然 对方的实力 似乎比他强 不过这家伙 也没有就这么轻易的认输 毕竟他心高气傲 这家伙运转自己的功力 准备和江寻对抗 这种力量上的对抗 对于他来说 他似乎并不锁 毕竟 他不仅剑法高超 功率也是很高的 然而很快 他就感觉不对劲 眼前这个年轻人 力量大的惊人 他发现 自己 无论动用多强的功力 都没有办法 对江寻造成任何影响 江寻那两根手指头 纹丝不动 这让他瞪大了眼 年轻人 你好大的胆子 他咬牙 再次说道 江寻顿时笑了 这个地方 是我家 你来我家惹事 话说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吧 李天牙一时间语色 不过 这个家伙 从来就不是一个 讲道理的人 他是一个讲实力的人 他咬了咬牙 年轻人 根据我们的观察 在你的手中 掌握了大量的天才地宝 可是现在 你把那些天才地宝 大量的浪费 在现在这样的时代 那可不是好事 天才地宝 应该分享出来 大家共同使用 特别是我们华国的修饰 更应该团结起来 否则的话 只有让人欺负的份 李天牙这家伙 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 江巡听到这话 点点头 你说的没错 我们华国的修饰 确实应该团结起来 不过 那我问你 你们有什么宝贝 也拿出来跟我分享分享 另外 前些日子 光明神国一直威胁我 并且扬言 要跟华国开战 在那个时候 你们在哪里 光明神国 那么恐怖的一个组织 江巡虽然并没有放在眼里 可是在这之前 那也是相当可怕的 毕竟燕京那么多家族 我准备帮助光明神国 对付江巡了 江巡这样一句话 顿时让李天牙再次误语 不过随后 在他的背后 只听到嗖嗖嗖几声 又有好几个人 从天上飞了下来 这些家伙有男有女 有看起来比较年轻的 也有看起来白发苍苍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 这些家伙气势非常强大 而且 他们的历史 似乎非常悠久 他们的能力 也各不相同 那恐怖的压力 让周围的人 都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江巡这么一说 李天牙这些人 一个个的突然不想辩驳了 话说 我们今天到你这里来 就是想跟你讨要一点东西 毕竟 你的天才地宝这么多 都拿出来卖钱了 我们讨要一点 没什么关系吧 独孤熊一副笑哈哈的样子 这家伙 穿着一身道袍 看上去似乎很洒脱 可是那一双眼睛里面的眼神 却又相当的锐利 江巡站在原地 当然 我这个人 实际上比较大方 只要是我心情好 给人送点礼物什么的 不成问题 不过 我需要一个态度 他真的非常大方 比如他的手下 他随随便便的赏赐 那就是别人一辈子 做梦都拿不到的东西 但是 他也不会平白无故的 给人什么东西 他这么一说 却让李天牙他们几个人 勃然变色 年轻人 你现在 是不是太嚣张了一点 据我们所知 你之所以有这么多天才地宝 实际上是因为 在你的手中有一块玉佩 可以探索上古秘境 你用那块玉佩 已经获得了这么多好处 占据了这么多天地资源 对于这些 我们都不追究了 不过现在 我们都到这里了 为了玉佩而来 江巡听到这话之后 顿时就笑了 那块玉佩 在他的眼里 说重要也重要 说不重要也不重要 这些人 看中的 也就是那块玉佩 能够打开秘境的能力而已 可是 哪怕是大多数秘境里面的宝藏 对于江巡来说 也算不了什么 让出来吗 不过 我想问一个问题 凭什么 江巡的眼神 一下子变得犀利起来 他的全家 被莫名其妙地被人灭族 哪怕是现在 他也只是把所有直接参与 或者间接参与的人 全部干掉了而已 在幕后 还有没有真正的黑手 都还不好说 在这个时候 这些绝世强者 在什么地方 还有 光明神国 对他下达必杀令的时候 这些人又在什么地方 江巡这么一说 对面的这几个家伙 都冷笑 李天涯皱着眉头 年轻人 看得出来 你的性格很刚强 不过 你怕是不知道 你面对的是什么人 至于你的底细 我们早就提前查清楚了 这些人 都是活了至少几百岁的老怪物 他们的家族传承 也是很强的 江巡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 你们想从我的手里拿东西 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你们让我高兴 要么 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第182章 凌空一锤 江巡没有任何客气的意思 什么前辈 什么大佬 这样的名号 在他面前 没有任何意义 诚恳待他的 他自然也会诚恳待人 除此之外 什么在他面前 都不好使 不知天高地厚 找死 李天涯勃然大怒 他没有想到 居然有一天 有人跟他这样说话 什么叫有没有本事 作为一个老前辈 他不要面子的吗 这下子 真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的脚下一踩 手中莫名的出现了一把剑 没错 传说中的无剑剩有剑 他并没有真正拿武器 可是现在 在外人看来 他手中却有一把剑 那是一把真气形成的宝剑 无形之剑 威力更加强大 仅仅是轻轻一挥 就卷起了一阵狂风 化作无尽的剑气 直接对着江 巡笼罩过来 这家伙 这一招威力十足 足以开山烈石 可是 江巡站在原地不动 没错 让人意外的是 在江巡的身体周围 出现了一道气墙 硬生生的挡住了那些剑气 这怎么可能 真气外放 形成气墙 这样的招数 现场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会 可是 单凭这个 就挡住了李天牙全力一招 这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当然 最关键的是 正在这个时候 江巡突然反击了 只见在他手中 同样也出现了一件东西 没错 同样也是凭空出现 不过 在他手中 那却不是一把剑 而是一把锤子 江巡拿着锤子 凌空一锤 李天牙瞬间就感觉 那个锤子巨大无敌 遮天蔽日一般 对着自己的头顶上砸过来 轰隆 李天牙完全抵挡不住 地面上都剧烈颤抖一下 然后这个家伙 猛地吐了一口鲜血 然后整个人倒在地上 已经变得气弱油丝 这怎么可能 在场的这些爵士高手 一个个的 都感觉头皮发麻 他们这些人 本质上已经算是陆地神仙 至少在他们看来 他们算是 毕竟真正的陆地神仙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没有出现过了 他们这些人 是他们自认为的 人类休闲的极限 然而 在江巡面前 居然一招都抵挡不住 江巡收回锤子 可是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而是再次凌空一锤 李天牙瞪大了眼 在这个时候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这让他眼中充满了绝望 活得越久的人 在心里面 对于长生不老的渴望 就越是强烈 同样也是如此 越是渴望长生不老的人 越是害怕死亡 现在 他恐惧到了极点 等等 这个时候 反倒是独孤雄这家伙 竭尽全力一招 勉强打歪了江巡的锤子 让李天牙这家伙 总算是活了下来 怎么 你也打算 跟我动手一下试试 江巡看着这几个家伙 他的眼神 很是犀利 说实在的 他的性格 实际上已经相当的宽容了 在大多数时候 他都不会对别人怎么样 可是这些人 趁他不在的时候 来到盛世集团 逼迫他的家人 这算是触犯了他的红线 因此 他才下了这么重的手 独孤雄咬了咬牙 年轻人 你也太霸道了 你这样做 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的 江巡笑着说道 什么严重后果 莫非 在你们背后 还有什么强敌不成 那没问题 你有本事 就让他们来 他说话的口气 非常的平静 那样子 好像是在讨论一件 稀疏平常的小事一样 可是实际上 话语行间里面 却充满了霸气 他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这太可怕了 独孤雄咬了咬牙 年轻人 我们来你这里骚扰 本质上 也不是我们贪心 只不过 在不久的将来 即将发生大事 我们需要集中资源 才能应对 一开始 我们确实觉得 你的实力不够强 又占据这样的资源 可是现在 你的实力 确实不错 远强于我们 我们为我们的鲁莽道歉 独孤雄说到这里 非常标准的 做了一个赔礼道歉的姿势 这家伙这么一说 其他的人都惊呆了 不过 独孤雄在这些人当中 也是颇有威望 因此众人 也没有明确反对 独孤前辈 现在 我们就要这样认输了吗 他虽然能够打败李天牙 可是并不一定 在这时候 有人稍微有点疑惑 当然 这是他们这些人的性格 毕竟 修炼到这个程度的人 大多数的 都是谁也不服谁 在他们心里面 总有那么一个想法 那就是 别人不行的事情 自己未必不行 没错 他们今天到这里来 最大的目的 还是为了那块玉佩 独孤雄冷 哼了一声 李天牙在他面前 一招都戒不住 你觉得 你有多强 那你去试试 这 这个说话的人 虽然身体长得非常强壮 气势也非常强大 可是听到这话 他好像一时间 也说不出话来了 江巡倒是没有继续动手 那你继续说 独孤雄说道 根据我的推测 再过不了多久 我们这个地球上 就会有灵气复苏 那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不管是国内 还是国外 都有很多蛰伏的老家伙 凌空出世 与此同时 也是各种机缘和机会的争夺时候 而现在 我们华国也要趁着这个机会 彻底崛起 可是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要提前布局 尽量把资源 用在更强 还有天赋更高的人的身上 江巡点点头 对于这个说法 他并不是真假 不过 他也并没有在意 还是淡淡地说道 是吗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 你们今天 就是来我这里 跟我比个高低 然后 跟我讨论 怎么分配资源的是吗 独孤雄想了想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不想承认 可是不得不说 这也确实是事实 我们这些人 确实老了 比不过你 只有你 才是真正的希望 他这么一说 其他的人一个个的都惊呆了 独孤前辈 你这话可是真的 第183章 明着敲诈 现场的众多高手 心里面不停地感叹 说实在的 什么资源集中 什么优先照顾天赋更高的 这个事情 说起来太扯淡了 本质上 他们还是为了他们自己而已 毕竟 在这之前 在他们的心里面 他们这些人 才是天赋最高 狮子最强的人 所有人 都该为他们让路 但是本质上 还是为了他们自己 而现在 让他们承认 在这方面 他们实际上 并不比江寻强 这让他们太难以接受了 江寻孝哈哈的说道 是吗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实在的 这些年来 我学的东西很多 不过 我师父说 他一辈子学进天下 收进天下之宝 可是最终 却还是有一些遗憾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 没错 当年 他的师父 走遍天下 无论看到什么宝贝 都会想尽办法 自己复制一个 同时 无论看到什么功法 都会想办法学会 毕竟 那个老头 也是个天才 只是可惜的是 那个老头 努力了一辈子 还是有不少的遗憾 还是有很多没得到 不过现在 对面这几个家伙 既然这么说了 江寻今天 不狠狠地敲诈他们一笔 这个事情 说不过去 独孤熊听到这话 脸色一下子 变得非常难看 李天涯这家伙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可是现在 心里面也非常不爽 至于其他人 心里面不爽 但是他们也知道 打不过 根本就打不过 这实力差距 实在太大了 臭小子 你不要太过分 这时候 人群当中 又跑出来了一个人 这个家伙 一副贼眉鼠脸的 看上去倒是有些陌生 江寻皱了皱眉头 你是啥人 你这样子 怎么看起来 有点不像是华国人啊 别的不说 光是气质就不一样 眼前这家伙 目光非常猥琐 此人听到这话 冷哼的一声说道 我是正宗的华国人 我叫王恒伟 小子 你不要欺人太甚 江寻笑呵呵的 根本就没把 这个家伙的警告 当一回事 什么叫欺人太甚 我也知道 天地即将大变 或许重新有一个 灵气复苏的时候 你不是说 需要把资源集中起来 让华国的修饰 出现一个特别强大的 也就只有这样 才能在将来 获取更多的利益 你看 现在我最强 我的天赋最高 我的潜力最大 这不正好 他这么一说 王伟恒瞬间就气得牙痒痒 这家伙 跟着一起来 实际上在他的心里面 还有一些别的想法 因为在三年前 他曾经得到了一个 神秘人的资助 所以 他的实力 才提升到了这个地步 他今天到这里来 实际上是想浑水摸鱼 从江寻的手里面 拿到那块玉佩 然后递给那个神秘人 毕竟那个神秘人 在他的心里面 那才是神一样的存在 至于其他的人 他根本不在乎 少废话 反正无论怎么样 你也没有什么资格 跟我们说这样的话 你这小子 就算实力强 可是你太过愚蠢 根本就没有资格 江寻点点头 他不再说废话 而是直接出手 王伟恒大吃一惊 他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 江寻跟他说话呢 突然间就要出手打人 这太不讲道理了 这太过分了 可是现在 他的心里面 虽然这么想着 却没有办法 能竭尽全力抵抗 可是江寻的速度 多么快 他哪怕是竭尽全力 也根本就没有挡住什么 他突然听到啪的一声 然后下一秒 才感受到 在自己的脸上 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甚至他整个人 也因为这可怕的力量 一下子差点摔倒 他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 可是江寻 却依然没有任何废话的意思 而是一脚 把他踩在地上 王伟恒瞬间就感觉 自己的身上 好像被压了一座山一样 直接让他动弹不得 死 江寻这一连串的动作 让所有的人 都大吃一惊 他们这个级别的人 有胜负很正常 可是像江寻这样 直接把人踩在脚下侮辱 这样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还是第一次见 王伟恒拼命地挣扎着 可是却没有任何用处 臭小子 你敢杀我 你知道在我的背后 是什么人吗 我告诉你 你敢动我一根汗毛 你就死定了 说到这里 他的眼神变得自豪起来 毕竟那个 被他当作师父对待 在他心里面 至高无上的男人 绝对比较寻强 他相信 自己这么一说 这个叫做江寻的小子 一定有所忌惮 江寻摇了摇头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本来我还想放你一马呢 不过现在 我却突然发现 你这家伙不正常啊 说到这里 他的脚下再次用力 然后就见王伟恒这家伙 身体的血管爆起 全部变成黑色 甚至在他的身体周围 黑物弥漫 这恐怖的气息 把其他的人 我吓了一跳 因为这种东西 而不是一般人拥有的 这是邪修 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 所谓的邪修 实际上就是通过残害他人 然后修炼邪法的人 没想到 这个在表面上 看起来平平常常的男人 居然是个邪修 我都没想到 不过可惜 你现在死了 江勋再也没有废话 脚下再次一用力 这个叫做王伟恒的家伙 直接化作了灰烬 形神俱灭 对不起各位 刚才我也是突然发现 这个人不简单 接下来 咱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 独孤熊皱了皱眉头 这么简单 干脆就灭杀了一个同级的人 这个江勋 实在太可怕了 他思索了一会儿 江勋先生 你说吧 你想要什么 如果我能够拿得出来 那么我就给你 江勋点点头 在传说当中 独孤剑胜 剑法一绝 不过可惜的是 我的师父 当年费尽心机 也没能学到 不知现在 能够给我看一下吗 说到这里 他贪了贪手 那个样子 看上去好像很诚恳 独孤熊一下子陷入沉思 第184章 臣服 独孤剑胜的剑谱 这种东西 他的家族 自然是传承下来的 可问题是 这东西对于他们家族来说 那可是至高无上的宝贝 甚至在他们这个家族里面 也只有少数的人 有资格看 结果现在 要给个外人 独孤雄气的牙痒痒 他的心里面 感觉到很后悔 自己在一开始 为什么非要说 资源集中的屁话 他咬了咬牙 可以 只是我们家老祖宗的剑谱 确实晦涩难懂 哪怕是我 现在也只能领略个大概 江勋先生 要是能够看懂的话 那我反倒是 愿意向江勋先生 跪求指点 这家伙 说到这里 居然真的拿出了剑谱 甚至直接展示在众人面前 现场的这些人 看到了之后都梦了 不管是穆青城 盛世集团的人 还有其他的 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些高手 一个一个的发现 摆在他们面前的 简直如同天书一般 那些符号 到底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看得懂 随后 独孤雄用得意的眼神 看了一眼江勋 在表面上 他好像是服从了 可是实际上 在他的心里面 还是有些不服 所以想要故意刁难一下 江勋看了一眼剑谱 皱了皱眉头 江勋先生 我家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剑谱 你觉得如何 不错 不愧是独孤剑圣留下的剑谱 确实足够的精妙 不过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 在这剑谱上面 有几处错误 不只是他老人家自己的不足 还是留下剑谱的人 故意写错的 独孤雄一听这话 顿时瞪大了眼 在他的脸上 立刻充满了满事不可思议的表情 因为这剑谱上面的错误 他是知道的 没办法 因为家族传学这种东西 太容易泄露了 所以在这上面 故意留下的几处错误 然后同时 真正纠错的方法 则另有传承 可是江勋仅仅是看一眼 居然就知道 这上面的错误 这个家伙 是何等的天才 独孤雄心里面 还有最后一点点不服 是吗 还请江勋先生指点 在他心里 这是最后一点侥幸 结果 江勋的手凌空一抓 然后在他的手中 就凭空出现了一把剑 同样的 也是真气外放 然后 江勋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展示了一番 独孤雄瞪大了眼 这下子 他的心里面 就算是再怎么不干 再怎么不服气 这时候也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他发现 江勋不仅看一眼就学会了 而且还纠正了错误 最关键的是 就是这么一眼 比他修炼几百年 都要强不守 这下子 他感觉自己的三观 都受到了强大的挑战 在这个时候 他绝望了 剑圣 原来眼前这个年轻人 才是真正的剑圣 至于他独孤雄 算什么 独孤雄 拜剑先生 这道剑谱 我还有几处不明 请先生指教 独孤雄直接那头就拜 这家伙 虽然强大 虽然活了很久 可是在这时候 但还是看得清楚 江勋天赋 实在太高了 这么一会儿 就学会了 最关键的是 还这么强大 他不拜师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至于老前辈的尊严 这种事情 对于别人来说 可能看得很重要 可是对于他来说 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对方真的比他强 拜师又如何 什么 独孤剑圣的传人 直接拜师了 我的天 这不可能吧 现场的其他人 有不少的人 不是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们潜伏了几百年 就是等待灵气复苏的时候 这些人 每一个人在一个时代 那都是几乎无敌的存在 可是现在 他们都进个目瞪口袋 完全不敢想象 剑圣居然拜师了 可以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介意指点你几招 江勋也没有任何客气的意思 随后他的手一指 这个剑法完整的诀窍 很快就传了出去 独孤雄 突然发现 自己很长时间 没有理解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 突然理解了 他浑身颤抖 瞳孔猛然一缩 他突然发现 自己研究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东西 真正破解的方法 居然如此简单 那个样子 他好像 是被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 那扇天窗 简直通往另外一个事件 江勋不再理会这人 同时目光一转 又落到了另外几个人身上 你们呢 他的语气 还是非常平静 好像是在商量一般 可是现场的人 一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说实在的 江勋在他们面前 让他们感觉 真的无以复加 年纪轻轻 这么强大 同时手段 也非常的可怕 该凶狠的时候 毫不留情 该温和的时候 温和的可怕 该吝啬的时候吝啬 该大方的时候大方 这样一个人 他们怎么对抗 我李天牙 愿意交出我祖传的一件宝贝 希望对先生 有一定的帮助 刚才向江勋挑战 结果差点被江勋秒杀的李天牙 这个时候 从口袋里面 抄出了一件宝贝 那是一块银白色的雕像 雕像上面刻着一条龙 龙刻的栩栩如生 里面蕴含着强大的灵气 那样子 导致那条龙 好像随时要活过来一般 这似乎 是件非常强大的法宝 江勋也没有客气 直接拿过了那件法宝 然后说道 谢谢你的礼物 既然如此 我不回礼 那就是我的不对了 说到这里 他的手一指 一颗紫餐 落入李天牙的手中 李天牙愣了愣 原本他咬牙交出玉龙 在他看来 实际上也是为了 捏着鼻子抱上 这条大腿 可是没想到 对方居然还有回馈 而且这紫色人参 如果要论价值的话 直接跪了下来 多谢先生不杀之恩 多谢先生的赏赐 江勋回过头来 就看了一下其他人 你们呢 这一下子 众人算是明白了 江勋的话 实际上是在问他们 是否臣服 只要臣服 那么就能获得好处多多 相反 那就只有滚蛋了 这些人 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愿意臣服 第185章 慕青城的怨念 我们愿意臣服 其他的 一个个的都纷纷表态 这个时候 他们是真的服了 江勋有实力 有威望 有手腕 在这个时候还不服 他们这几个人 恐怕反而要成为 重视之地了 江勋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起来 我找你们要点东西 也是用等值的 跟你们交换 以后 有什么事情 还请你们 也多多帮助 这些人 在这个时候 哪里敢这样 他们赶紧摇头 江勋先生 你这话 算是折杀我们了 我们以后 生生死死 都听从江勋先生的命令 江勋先生有什么事情 只需要一句话就行了 这些家伙 纷纷表态 开什么玩笑 在这个时候还不表态 那更待何时 江勋点点头 既然这样 那就散了吧 很快 这些人就烟消云散 整个东海 总算是恢复了 不过 下面的讨论 却一直以来都没有停过 毕竟 有人凌空飞行 还让人看到了 而且 还不止一个人 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太炸裂了 毕竟 这可是现代都市 有这样的人 实在难以想象 很快 就有不少的人 开始幻想传说中的 先人飞行之类的 江勋回到了东海市 你可算是回来了 沐青城见到江勋回来之后 一副很傲娇的样子 在沐青城背后 陈玥儿等人 也都出来了 大师姐 你这叫什么话 我到燕京 那不是有事吗 前面 那多危险呀 因为光明神国的威胁 结果燕京那么多家族 要联合起来抓我 江勋一副无赖的样子 那表情好像是遇到了世界末日一样 看上去好像非常无奈 可是沐青城却撇了撇嘴 你少来 搞得好像你像是死里逃生一样 结果乐 死里逃生 然后还顺便找了一个美女做办事吧 江勋哥哥 陈玥儿这时候 终于来到了江勋身边 一双眼睛 崇拜的看着江勋 江勋拍了拍陈玥儿的肩膀 怎么样 这几天没事吧 话说 你现在不要去上班了 公司里的事情 随便找个人帮忙做就行了 你要在家里 好好养胎 陈玥儿听到这话 脸一下子就红了 怎么养胎啊 现在孩子也才不到一个月而已 这个时候我还可以工作 养什么胎啊 江勋很认真的说 那可不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注意一点 毕竟 这可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说到这里 他拉着陈玥儿的手 别的就不说了 今天我回来了 我先给你做个营养餐 给你补补身子 说到这里 他就准备去食堂 沐青城在这个时候 却走上前来抗议 玥儿妹妹 不要这么轻易的 就被他收买了 这个小子 在外面又找了一个漂亮女人 看她是飘了 迪安娜的事情 在表面上看 好像只有几个人知道 可是沐青城是什么人啊 她可是神通广大 这个世界上 似乎没有什么消息 可以瞒得住她 她早就知道了 江勋看了一眼沐青城 大师姐 你想要说什么 沐青城咬着牙 不行 这个事情 必须得有一个说法 你必须得给我们姐妹几个 一个交代 不然的话 这个事情没完 江勋脸上带着怪怪的笑容 是吗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吃完饭 那咱们就回别墅 一起好好地陪陪你们 沐青城一听这话 撇着嘴 你这小混蛋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说的是这个吗 江勋点点头 那好吧 大师姐 正好我在这里 有一颗仙丹 可以送给你 今天下午 你就好好工作 我好好陪陪月儿 怎么样 说到这里 她抱着陈月儿的肩膀 就准备进入厨房 沐青城听到这话 顿时气得牙痒痒 是个小混蛋 她当然知道 江勋的心里面 到底想了什么 她那么说 本质上也是想让江勋再好好轰轰自己 结果没想到 这个小混蛋 居然这么直白 这怎么办 周围还这么多盛世集团的员工 听到这话之后 这可羞死人了 小混蛋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凭什么 我 我也要 沐青城在东海市 现在可以说是 真正的名声在外 本身实力强大 而且在背后 还有强大的靠山 她再加上绝美的容颜 在整个东海市 还可以说是 真正的女神 无数男人女人 都要仰望的存在 可是现在 在江勋面前 居然被弄得羞红了 甚至盛世集团的员工 看到总裁这样的表现 我感觉有些好奇 你们干什么 现在还不到吃饭的时候 给我赶紧上班去 不然的话 扣工资了 沐青城骂了一句 结果发现 江勋和陈月两个人 已经来到了厨房 厨房这地方 对于江勋来说 是最熟悉的地方 毕竟他在家的时候 就是他做饭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家里的人 特别是沐青城和陈月 吃过了他自己 亲手做的饭之后 感觉别的饭菜难吃 这差距太大了 特别是前段时间 江勋去了燕京 在燕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陈月和沐青城 两个人在家里面 感觉吃饭对他们来说 那都是煎熬 好在江勋 回来了 到了厨房 江勋熟练的拿出食材 他做的饭 之所以那么好吃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厨艺 确实非常的强大 在另外一方面 那就是他的食材 那可不是一般的食材 江勋做菜的时候 沐青城和陈月两个人 就在一旁眼巴巴的看着 与此同时 在燕京 唐文熙的家里 这个家伙 因为受到诅咒 走火入魔 整个人 现在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好在 他居然还活着 在他的面前 又出现了那个神秘的黑袍人 先生 那个江勋 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这个事情 我绝不罢休 我一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唐文熙这家伙 虽然现在已经知道 他被害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这个黑袍男人的诅咒 不过 他根本不在乎 在他看来 这一切都是江勋害的 他的眼神当中 带着仇恨 黑袍男人点点头 很好 现在我有一个事情 让你帮忙 如果成功了 那么江勋 必死无疑 第186章 回真仙谷 黑袍一说 让江勋必死无疑 反倒是让唐文熙吓了一跳 先生 你这是什么话 你不会想说 你又要准备 给他下什么诅咒吧 唐文熙现在是真的怕了 上次给江勋下诅咒 结果吓到自己身上 把自己弄得人不忍鬼不鬼的 这个事情 已经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你放心吧 这次绝对不会有事 唐文熙这下子 终于来劲了 真的吗 你有什么办法 黑袍那一双瞳孔当中 露出了一双诡异的眼睛 当然 那个江勋的来历 我已经查清楚了 他是从一个叫做真仙谷的秘境里面 出来的 另外一边 江勋和陈月 沐清成几个人 一起愉快地度过了几天 特别是沐清成 这几天总算是得到了满足 小混蛋 你是不是不行呀 陈月妹妹 那么快就怀孕了 我为什么始终怀不上呀 沐清成看着江勋 江勋有些无奈 这我哪知道 话说 咱能不能别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沐清成却摇头 那怎么行 要不 你帮我看看 沐清成眼巴巴地看着江勋 我帮你看了呀 你们有啥问题 要不 咱们回去看看师娘 看看师娘 有没有什么办法 江勋突然想起 师娘独自一个人 还在针线谷呢 特别是他想起师娘那完美的身材 心里面突然觉得 有些痒痒 回去看望师娘 沐清成听到这话 倒是有些心动了 师父和师娘 这些年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沐清成这时候 也伤感了 毕竟 他小的时候 是个孤儿 也是靠师父才活下来的 那行 咱们先回针线谷 江勋点点头 他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 让独孤雄过来 负责在盛氏集团修炼 独孤雄这家伙 这段时间 本来就在家里研究独孤剑法 特别是得到江勋的指点 这个家伙突飞猛进 不过 他修炼的地方 环境还是差了一点 因为盛氏集团表面上看 好像是在城市里面 好像是灵气最稀薄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 却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 住在盛氏集团里的人 每一个人可以说 都能受到莫大的好处 江勋先生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到盛氏集团 这家伙现在 对江勋已经彻底服了 江勋点点头 那是当然 你要是能够到盛氏集团 当的保安的话 我还是非常欢迎的 没问题 你让我当啥都行 独孤雄没有任何停留 立刻就腾云驾舞 再次来到东海 然后在东海市 就有了一处非常吸引人的奇观 没错 在盛氏集团 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保安 这个保安 先锋倒鼓 气息强大 最关键的是 明显和一般的人不一样 可是 这就是一个保安 特别是好多和盛氏集团 有来往的人 见到独孤雄之后 有点见识的人 都是吓了一跳 堂堂独孤剑圣的传人 心甘情愿地在盛氏集团 仅仅是当一个保安 这样的事情 说句比谁敢信 当然 同时整个华国了解到这些的人 一个个的心里面 也是非常的佩服 他们都在猜测 江巡到底有多强 当然 更多的是华国各大家族 都在猜测 江巡这样做的用意 话说 江巡找独孤剑圣的传人 在盛氏集团坐镇 这是想要干什么 顾雄飞这家伙 也时刻注意着 这家伙因为得到了江巡的照料 所以现在他们家 可以说算是飞黄腾达了 原本只能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 而现在 敌韵却变得越来越雄厚 你去问他呗 会不会 马上就要发生大事了 顾雄飞行里面砰砰直跳 现在整个华国 好像情况都不对 接二连三的大事 让人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 同时 在燕京更多的人 都在盯着这一切 比如唐文西 刚刚前不久 唐文西才跟黑袍商量好 怎么对付江巡 可是 他了解到这个事之后 也都害怕了 独孤雄是什么人 那可是接近陆地神仙的人 或者说是活着的神仙 也不为过 结果去当导案 这个牌面 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 同时他的心里 还是不服啊 江巡是个什么东西 不就是个晚辈吗 为什么这么大的牌面 还这么喜欢显摆 老唐 这个事情 你到底怎么看 唐文西心里面 嫉妒了很久 不过 过了好久 他才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过是江巡喜欢装逼而已 这个家伙这么喜欢显摆 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等着吧 这一次 咱们一定给他的惊喜 他的心里面恨 毕竟 他的家族 也是历史悠久 而且他很强 在这之前 他在燕京可以说 有很强的话语权 甚至有的时候 盖过大帅 如果不是因为江巡 那么甚至 华国下一次的舞蹈大会 就会推选 他为盟主 那个时候 他有多风光呀 可是现在 他自己变成这样 人不人鬼不鬼的 因为走火入魔 他整个人都快废了 最关键的是 他的资产 你大规模的缩水 多年的努力 毁于一旦呀 当然 在华国其他地方 都在猜测 华国历史悠久 这个国家内部 各种舞蹈世家 隐门之类的 现在在这个时候 也在暗流涌动 当然 无数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江巡带着沐青城 还有陈月 已经来到了昆仑山 昆仑山 是一座骑山 这座山上 冰雪终年不化 甚至 在这座山上 有无数的传说 据说这个地方 原本是神灵居住的 当然 对于这些传说 江巡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这个地方是他的老家 他的师父师娘 就一直住在这里 跟我来 江巡拿着那块玉佩 很快就在那白云重重当中 出现了一条新的路 他带着沐青城 还有陈月 进入其中 第187章 师娘不在 这是什么地方 江巡进入真仙谷之后 看到这熟悉的一切 却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个地方 冷冷清清的 完全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 原本 这里的地方 虽然非常大 崇山峻岭 几乎是一个小世界 特别是江巡和师娘 居住的地方 虽然整个洞幅很大 可是他记得 自己住在这里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师娘的气息 因为他的师娘 本身也很强 可是现在 进入其中之后 他却发现 已经完全没有了师娘的踪影 江巡皱了皱眉头 在他的心里 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怎么回事 师父和师娘都不在 沐青城看着江巡 不仅是师父和师娘都不在 现在这个地方 似乎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人居住了 江巡皱着眉头 他来到洞府 仔细地观察 随后 他闭上眼睛 开始利用自己的法术 调查周围的一切 怎么回事 江巡猛然间 突然看到了一个画面 就是他的师娘 飞向大山深处的画面 小混蛋 我去找你师父了 下辈子 师娘当你的女人 到时候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在画面当中 师娘表情妩媚 身材极其妖娆 可是 在眼神当中 却有一种绝望 而且 最关键的是看那个画面 好像就是当初 他离开真仙谷的时候 没过多久 他的师娘 又进入了深山里面 当然 这个时候 沐青城和陈月 两个人同样也看到了画面 不得不说 师娘实在太美了 哪怕是沐青城和陈月 两个人 都感觉到有些自残行贿 怎么会这样 师娘这是去哪 江巡摇了摇头 他能够重新看到这个画面 已经用了很大的法力了 继续看更多的 他却发现 利用自己的能力 居然不行 这让他感觉有些意外 现在 他已经算是陆地神仙了 作为一个陆地神仙 他有一种法术 叫做推演法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知道过去未来 不过 师娘那样子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 不得了的事情 江巡皱了皱眉头 说实在的 原本在他的心里面 还想着回来 好好跟师娘交流交流 特别是师娘那完美的身材 真的让他记忆犹新 可是现在 没有想到 居然会这样 江巡一时间 心情都有些消沉 怎么样 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吗 江巡摇了摇头 先别管 我们先离开这里 不管怎么样 我要查一查 师父和师娘 到底遇到什么事 很快 他们再次离开真仙谷 不过 这次离开真仙谷 江巡的心情 非常的复杂 毕竟 上一次 他可是带着下山 娶媳妇的心情离开的 而这一次 师娘却不在了 只是 他刚刚才来到出口 猛然间就发现 在出口外面 已经有不少的人 在等着他了 这些人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但是唯一的共同特点 那就是 这些人的气息非常强大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人绝对不是普通人 特别是在远处 不断的有直升机飞过来 在那直升机上面 似乎都有人 他们 已经把这个地方 完全给包围了 江巡皱了皱眉 他们被跟踪了 这让他感觉再次意外 因为他们再来的时候 可完全没有发现 有人跟踪他 毕竟凭借江巡的能力 要是有人跟踪他的话 他很快就能发现 很快 他就看到 在人群当中 领头的一个人 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 长着一张歪嘴 整张脸扭曲的不成样子 甚至整个身体 都扭曲的不成样子 哪怕是站在那里 也在不停的流口水 这家伙 直接走上前来 江巡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家伙 说话的声音 要是让江巡 一下子反应过来 唐文西 你来干什么 是不是又有什么生意 要跟我做 上一次 唐文西跟江巡做生意 亏了几百个亿 这个事情 唐文西听到江巡这么一说 心里面越发的愤怒 不过同时 他又感觉好笑 他看着江巡 没错 江巡先生 这一次 我就是来跟你做生意的 你看 这些人 都是冲着你来的 江巡看了一眼 山下的众人 可以说是黑压压的一片 这么多人 说他们是一支军队 完全不为过了 而且 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 哪怕是一般的军队 打不过他们 除非是热武器 这些家伙 一个个的都红着眼睛 死死的盯着江巡 江巡摇了摇头 光凭这些人 我打不过我们 你让这些人 全部送死吗 他又回头看了一眼 包围了这一座山的人 话说 这个家伙给了你们多少钱 让你们为他卖命啊 他给了你们多少钱 我给你们双倍 他看得出来 这些人都穿着统一的服装 很显然就是一群打手 对付这样一群打手吗 当然就是 对面的老板给他多少钱 他就给双倍呗 唐文西听到这话 顿时恨得牙痒痒 你他妈还好意思说钱 你手里的钱 至少有很大一部分 原本都是老子的 你联合光明女神 骗了老子的钱 老子现在 我找你算账 我就不是唐文西 当然 唐文西的心里面这么想 他的嘴上 倒是没有这么说 他哈哈大笑 江巡先生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你确实心高气傲 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而且有心高气傲的资本 可是 我手下的这些人 他们可都不是普通人 他带来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那个黑袍男子 给他送来的 是吗 这些都是什么人 唐文西笑呵呵的说道 这些人都是光明神国的精锐 或者说是光明女神的护卫队 他们个人的实力 或许看起来不是特别强 可是他们互相配合 形成大阵 那就不是一般的人 能够对付得了的 哪怕是陆地神仙 遇到了他们 也得掂量掂量 这家伙顿是哈哈大笑 光明女神的手下 第188章 埋伏 江巡倒是觉得有些意外 迪安娜不是说 已经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 掌握了整个光明神国 怎么现在 这个护卫队 还被调到了这里来 他这才看出来了 眼前这些人 境界不是特别高 但是也绝对不算低 任何一个人拿出来 如果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那已经算是顶级强者了 这些人单独地出去 就能足以 创造一个非常厉害的家族 可是现在 这些家伙充当打兽 他一下子沉默了 这个事情 确实有点不好罢呀 他摸着下巴 陷入了沉思 唐文西冷哼了一声 江巡先生 怎么样 我这次跟你的交易 可以进行的吧 想必 你也不想死在这里吧 这家伙的眼神 非常的犀利 同时 他的心里面 也非常兴奋 前面那么长的时间 他一直在江巡的手里面吃亏 而且损失了那么多钱 自己还被弄得 人不忍鬼不鬼的模样 这一切 都是江巡这个混蛋 现在 他要找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江巡还是站在那里 没有说话 沐青成顿时愤怒无比 毕竟师父师娘出事 他心情本来就不好 在这个时候 怎么可能受到胁迫 是吗 我倒要看看 这些人到底有多么厉害 沐青成心里面很不服气 他这个时候 本来就非常恼火 而且还因为对面这些人 居然是光明女神的手下 对于光明女神 沐青成也是很嫉妒的 毕竟 凭什么一个女人 来跟我抢小混蛋啊 各种心仇旧恨 沐青成动力十足 他快速上前 在对面 在密密麻麻的那些人当中 并没有所有人一起行动 也就只有五六个人 一起跳了出来 沐青成很快就觉得不对劲 双方的交手 也就仅仅不到五个回合 那几个人 单独的一个人和沐青成相比 似乎都不是沐青成的对手 还是同时面对五个 沐青成却发现 自己很快就力不从心 然后中招 整个人倒飞了出来 哇 陈月儿看到沐青成吐血了 也是吓了一跳 大世界 大世界 你怎么了 唐文西摸着下巴 很满意 我都说了 这些人可不是你们能够对付得了的 现在 咱们可以聊聊了吧 唐文西背着双手 这个家伙的眼神 非常的犀利 那个样子 看上去好像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 他的眼神当中 带着轻面 随后冷笑着对着江巡说道 小子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我交出那块玉佩吧 另外 在你的背后 那条神秘的通道 应该是通往一个秘境吧 我很想去里面看看 唐文西心里面很激 江巡现在在整个华国 可以说 所有的修武者当中 绝对是最富有的 不仅是有钱 最关键的是 手里面掌握的修炼的资源 实在太多了 这样一个人 怎么可能不让人嫉妒 可是现在 唐文西的心里 砰砰直跳 因为接下来 这些东西 就要属于他了 他裂开嘴 哈哈大笑 江巡这个时候 依然没有动弹 那样子 好像被吓傻了一般 哪怕是唐文西 都有些忍不住了 臭小子 我再跟你说话呢 你装死什么 你以为装死不回答我的话 有用吗 沐青城现在也气得不行 他性格向来强势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可是现在 他真的打不过了 小混蛋 你到底怎么 你不会是真的吓傻了吧 难道说你也对付不了这些家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江巡摇了摇头 在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了 没有 稍等一会儿 我正在联系人 说到这里 众人才发现 在他的手里面 拿着一部手机 联系人 你想联系谁 你想找光明女神吗 唐文西有些意外 说实在的 光明女神 成为了江巡的女人 这个事情 他的心里面识 在太嫉妒了 毕竟 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还是真正被称为神的人 任何一个男人 心里面都是向往无比的 结果 却被江巡拿下 这让他心里面 很是不甘心 江巡点点头 没错 这些人居然是迪安娜的护卫 那么迪安娜过来 直接把这些人 接收了就行了 唐文西听到这话 顿时大笑起来 他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江巡 小子 我既然知道 你跟那个女人的关系 还跟你介绍说 这些人就是那个女人的护卫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真的以为 你能光靠那个女人 就能保护得了你吗 唐文西现在自信满满 根本就没把江巡的话 当一回事 因为这些人 之所以能够听他的指挥 那是因为 那个黑袍男人 使用了一种秘术 控制了这些人 现在这些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傀儡 你知道 我的老板 控制这些人 使用的是什么法术吗 那是真正的上古傀儡术 上古秘术 你这样的小子 估计听都没听说过 唐文西冷笑 对于这些上古秘术 在他看来 那就是如同天书一般的存在 毕竟 上古时期距离现在 实在太过久远了 谁能有那个时候的技术 江巡点点头 别着急吗 来了来了 结果这时 众人发现在前面的天空上 果然有人飞了过来 那是一个极其强大的人 身体周围 弥漫着神性的光芒 但是与此同时 他的穿着打扮 却非常模型 没错 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衣 下身搭配一件JK裙 整个人看起来青春靓丽 那样子 哪里像是一个 活了三千多岁的神仙 完全就是一个小女孩吗 最关键的是 迪安娜过来之后 还不停地眨着眼睛 对着江巡招呼 哎呀 江巡 我们又见面了 江巡笑着说 你看 外面这些人 那家伙 说是你的护卫 可是现在 这些人变成这样子 想让你过来 帮忙解决一下 迪安娜看了一眼现场 她不然回忆起来 多年前的往事 随后点点头 你们干什么 这个人 江巡 是我的 是我的内人 你们不可 对我的内人下手 第189章 你又上当了 好说好说 江巡笑着点点头 可是突然间 觉得有些不对劲 什么叫内人 迪安娜笑着说道 最近 我在学习华国的文化 你们华国说 一对夫妻 在外打拼的 叫外子 在家里持家的 叫内人 你看 你不就是我的内人吗 她这样一句话 让沐清成和陈月 都是一联盟 江巡同样也是觉得 一时间都梦了 这个话 还能这样理解吗 不过 听到这话 沐清成和陈月 突然也觉得亲切了不少 没有别的原因 毕竟 迪安娜过来是来帮忙的 唐文西在一旁 彻底怒了 这个家伙 来自于一个大家族 就是高手 他心高气傲 可是现在 居然被人无视了 他的心情 愤怒到了极点 老子现在 准备杀了你们 结果现在 你居然无视我 他咬了咬牙 江巡先生 你现在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交出玉佩 是选择死 说到这里 他的手一挥 他背后的那些家伙 直接列队 这些人 单独一个人都不算很强 可是他们 任何几个人 都可以联合在一起 发挥出超强的力量 所有人加在一起 则更加可怕 这种手段 一般的人还真没有 毕竟大多数时候 一个人打不过 太多人加在一起 那也是乌合之重而已 迪安娜皱眉 你是什么东西 就凭你 也敢来指挥我的手下 他的性格 同样相当暴躁 再说话间 他就出手了 直接一巴掌就拍了过去 可是 唐文西这家伙 虽然嚣张 但是他做事的时候 却早有预谋 只见他稍微往后退一步 然后整个人 就落入了手下的那些人 人群当中 与此同时 大量的护卫上前 这些家伙 人数极多 大概有五百人 迪安娜愤怒异常 他对于任何一个背叛者 可以说 都是怨恨到了极点 这个时候 怎么忍得住 他直接上前 双方很快就大站在了一起 只是让人意外的是 交手几个回合之后 哪怕是迪安娜 都有些抵挡不住 连续往后退了好几步 唐文西这下子 彻底放心下来 他哈哈哈哈大笑 我还以为 作为传说中的神灵 你有多么厉害呢 没有想到 也不过如此 你 大胆 迪安娜很是愤怒 他没想到 居然会有这种事情 他没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自己 对付不了的情况 少废话 今天 你们是乖乖的听话 还是准备受死 唐文西眼神严厉起来 他那一张丑脸 这个时候 看上去变得更加可怕 江巡摇了摇头 老家伙 我觉得你不必这样 你看 活着不好吗 我可真的不想 对你动手 他这话 可是实话 唐文西这老头 虽然平时喜欢装逼 但是 这个老头多好啊 这个老头 是结结实实的 让他赚了几百亿 这样的好事 一般情况下可遇不到 唐文西看着江巡 臭小子 在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嘴硬 不过 我倒要看看 你能够嘴硬到什么时候 再说话间 他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他的手一指 在他背后的那些人 就如同傀儡一样 立刻冲上前来 杀了他 唐文西心里面 很是爽快 虽然 可能拿不到那块玉佩 我现在他的心里面 也觉得非常舒服 没办法 自从他认识江巡以来 江巡这个家伙 给他带来的太多的怨恨 他心里面太不爽了 他太想杀了江巡了 这个时候 终于要成功了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觉 自己的胸口处 传来一阵剧痛 刹那间 他瞪大了眼 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 然后他就发现 一个护卫对他动手了 然后 他有感觉 自己的背后 又遭到了一击重击 怎么可能 他不乱的按照黑袍男人 教他的方法 控制这些人 结果没想到 这些人现在 好像是疯了一样 根本就不受他控制 反而还对他拳打脚踢 特别是很快 又有一个 直接对他的裤裆处 狠狠的踩了一脚 那种淡碎的感觉 瞬间就让唐文西 感觉整个 都快要炸了一半 但是现在 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 眼前这些傀儡 为什么会叛变 这怎么可能 然后 他就看到江巡 慢慢地走到自己面前 同时 那些傀儡散开站到一边 并且恭恭敬敬地 站在那里 那样子 双目有神 完全不像是傀儡的样子 这时 他的眼中 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眼神 傀儡术 这种东西不好意思 我也会 还上古时期的傀儡术 我记得我师父教我的时候 好像也教过这个 江巡拍着手 一副很轻松的样子 好像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仅仅是完成了一件 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已 你 唐文西瞪大了眼 从此他恨到了极点 他没想到 自己心里面 抱有这么大的希望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 居然也没用 江巡说道 我什么我 你刚才那么嚣张 干什么 我都没把话说完 你就想要来收拾我 这就是你的下场 唐文西这家伙 原本就长着一张丑脸 这个时候 看上去长得更丑了 整个人被撕得七零八岁的 不过 他现在 居然还活着 这主要是因为 他修炼了一种特殊的功法 生命力极其顽强 说吧 现在那个黑袍男 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时 迪安娜木清城等人 也来到了江巡身边 小混蛋 你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不早说 要是早点用 我就不会 木清城受伤不小 这个时候 他还在吐血呢 刚才的情况 可以说相当危急 作为大师姐 已经疾风了 江巡摇头 这个 我刚才 不要准备一点时间吗 这可是上古时期的傀儡术 我想要破解 也得花点时间啊 他还是轻描淡写的样子 可是现在 唐温熙却惊讶的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真有这样的人 这怎么可能 自己是遇到怪物了吗